今日若放纵他们 日后便不可收拾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项羽的猜疑心有多重 仅仅是陈平散播出去的谣言 就让项羽集团内部出现严重动摇 陈平得到四万斤后 从汉军之中 找到了一个项羽那边叛逃的小族 在那边干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投靠汉军呢 投汉军吃得饱 简单的两句话 足以让陈平了解到 楚军内部构建的不稳定 不同派系之间矛盾丛生 士族也对待遇不满 将领之间太别分明 接着陈平就开始表演了 从今天开始 你负责在他们中间 挑选几十个精明强干的人 组成一个击毙小队 这支小队做什么怎么做 都听从我的指挥 明白吗 这一波啊 属于是楚汉特工之潜入敌后了 镜头一转呢 这支秘密小队 那真是效果显著啊 从现在起 有你们全面掌管各营兵吗 这营中注尾 余子柒 相庄 相伯 可以说是嫡系家家 可这一手操作 也给余子柒整部会了 那魅将军他们怎么办 军情如水火 难道他们临时调动兵马 还要征求我们三个人的同意吗 这话说完 底下相庄就开始发挥了 说什么 现在军礼到处都在传 说咱大王被外星诸将牵着鼻子走 还说储君的大旗上 不应该写下 而该写中礼 文廷此言的相语 这个气呀 直接就表露心迹了 今日若放纵他们 日后便不可收拾 最重要的是 你们不要练习这些金子 要大大方方的送给他们 不要怕事情搞大 搞得越大越好 要让处赢 每个角落 都传播这些流言 弟兄们 听明白了吧 谣言的威力有多恐怖 仅仅牛刀小事 就让项羽重心偏移 陈平这会儿 肯定是要加大力度 一鼓作气 他又筛选了一些特定人员 当着他们的面 挑来了两个重重的框子 然后用最质朴的话问他们 你们可知道这框子里装的是何物 这帮人说出了当时底层士族最质朴的诉求 陈平也不客气 掀开盖在框上的布 那是无数的金银珠宝 陈平的话 那真是老直结了 你们在楚营那边都干过 咱就很简单 就说 汉军托我给兄弟们带个话 跟着楚军混三天 饿酒盾 让龙居继布这些将领 觉得他们根本就不是项羽亲信 凡是立功的 我都会重重的犒伤你们 接着陈平又开始补充了 你们不要怕死 死了 我就把加倍的黄金给你们的家人 你们就是隐蔽战先的无名英雄 你们不要利息这些金子 要大大方方的送给他们 不要怕事情搞大 搞得越大越好 如今这日子 真是难受 每天就跟搁在火上烤一样 我们每一位将军身边 都安排了向王的亲信作为附加 楚军 汹涌的间谍节奏 是让整个外姓诸将心态 寄居谢搬家 绷不住 他们一股脑的找到范增 来汇报一下最近的情况 外姓诸将这行为 表达的就一个意思 范增亚夫 你快管管项羽吧 这话一说 钟离妹直接站起来 那最近这么多议事 为什么不让我们参加呢 范增也赶紧给项羽 找台阶下语 说什么 项王是觉得你们太辛苦了 这段时间是僵持期 都是无关紧要的小事 然后范增一时说道 我一定会把你们的想法 跟项王说的 眼见诸将争吵得越发激烈 范增知道 准确是汉营里面 哪个谋士出的坏主意 这些个人呢 都是死亡不顿汤 一肚子坏事 不用担心了 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 好不容易哄好了猪将 范增却怎么也想不到 陈平的离间计 才走到第一环 这个人是汉营的信使 他伪造我和刘继密谋 他这是陷害我 他们用了一个反间计 你知道楚汉时期 死亡率最高的职业是什么吗 答案是信使 绑啊 面对前来送信的 汉营不知名信使 司马兴也没客气 直接就想绑起来 送给项王 结果一牛脸 储君司马 曹舅出来了 司马兴赶紧解释 这个人是刘邦送过来的信使 他造谣 我跟刘邦密谋 这是陷害我 无名信使 此刻尽职尽责 曹舅一看 还有这乐子呢 也没二话 抽出剑来 直接就把信使给宰了 可怜信使 兢兢业业 拿不到多少工资 还得深入敌营 不仅要配合陈平大人 也无见到 还一不小心 就把自己给送了 你怎么把他杀了 他死了 我可什么都说不清楚了 杀完人 司马兴蒙了 曹舅 这才解释了起来 你让他活着 到项王那里 你也说不清楚了 潜台词就是 咱项王这心情 你还不懂吗 曹舅 那一口一个 我相信 我相信 你对项王忠心耿耿 那司马兴 能说啥 只能是拱着手 邪大将军信任 曹舅此刻的形象 在司马兴眼里 光辉且高大 在司马兴耳旁 曹舅的声音 那犹如天籁了箭之声 我会亲自为你作证的 拜托大将军了 从新的内容上看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通信了 顾亲降将 在楚营有多不受待见 一个简单的离间集 就让司马兴 是臭处被针对 且说曹舅 斩杀汉营信使之后 一牛脸 就来到了项羽的大仗之中 原原本本的 汇报了一下工作 一旁 范增赶紧提出了问题 司马兴杀了汉石吗 此处 若是司马兴杀了汉石 那基本是可以坐实 他心里有鬼的 所幸啊 曹舅是个忠厚人的 表示汉石是我在的 然后项羽白了曹舅一眼 继而问道 司马兴是什么反应 他表现得十分忠诚 但毕竟他过去是秦将 是我们的敌人 范增一旁点了点头 此刻 储君大婴 风言风语海了去了 这时候 项羽也做出了决断 他对曹舅说 本王还是很信任他的 这个事情 过去就过去了 而曹舅走后 项羽就问起范增 如何看待此事 离间计吗 很可笑 项羽也表现得不屑一顾 他项羽是什么人呢 光明磊落 从来都不喜欢什么阴谋轨迹 就这么一个离间计 还指望我能上当不成 司马兴 当年舍命救了项梁公 不是他舍命 项梁公早死在秦人手里了 这样的一个汉子 怎么会是谋反呢 虽然范增如实说着 可项羽依旧是看着 那卷密信不动声色 这往心里下毒 那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项羽他只要是中了毒 他想抹也抹不掉的 项羽的不为所动 丝毫不相信陈平的计划 虽然刘邦派来了鲁碗从旁协助 可是人一张嘴 那家伙直接就代表了刘邦的想法 项羽的确限制了 钟立妹和龙居这群大将的权力 可也没什么效果呀 司马兴至今还是好断断的 陈平对此倾笑一声 他这只老狐狸自然也知道 鲁碗这话说白了 那真就是刘邦来催他的 虽然鲁碗嘴上说啊 啊我是来帮你的 我现在是你的属下 可任谁都知道 这人就是来监工干活的 陈平只是说道 项羽他只要是中了毒 他想抹也抹不掉的 所幸鲁碗也说开了 不是我过于着急 是大王心里着急 而这项羽呢 还真让陈平猜着了 毒性发作了 他决定派出项博相庄 去行阳议和 名义上是讲和 实际上呢 我要你们去探探虚实 这一遭啊 肯定是要去看看 刘邦正下士气如何 而这时候 项博就有话说了 大王 老陈还有一事要禀报 四处疯传 说那司马兴跟刘邦他 项羽一听 眉头一皱 打断了项博 此刻的他是坚定泛增的话 这是个离间计 本王还是很相信司马兴呢 接着内鬼二人组就准备前往刑阳 殊不知 陈平已经知好了一个离间杀局 正等待着内鬼的助攻 猜疑的毒药有多可怕 我的意思是 等我们的命令 短短几句话就暴露了西处的一致一友 两人之间以声间隙 且说项博相庄来到刑阳 商议一和事宜 结果呀 陈平带着周博 那是狗拿耗子 没养好心的 刚开始一和 项博就把话说透了 我们大王有个条件 以刑阳为界 这东边为楚 西边为汉 我看这样很公平 陈平直接就拒绝了 项博摸了摸胡子 难道你们要拒绝这么优渥的条件 你说的对 就在项庄项博 还要继续劝解的时候 司马兴大人来信了 谁叫你进来的 你没看见我的意思吗 下去 陈平这一波演技 堪称秦莫小金雄 而项博 眼见 行吧 聊不下去了 那我就直接找刘邦去 结果又是碰了一鼻子的会 陈平和周博的态度坚决 一副 我们汉军上上下下 整整齐齐 要跟你拼到天荒地老 不就是打架吗 大不了 我白刀子进去 再白刀子出来 我调你老姜子 你们处赢的粮草不足 好吃的 也没有什么了吧 二位 巴不得 赶紧谈完吧 文婷此言 项博内心是一阵惊激 心说 我这个内鬼 还没你送情报 你咋就知道了 这当然是 陈平的敌后小宗队里的大功 而镜头一转的时候 项博 就直接带队抓住了 陈平早就布置好的心事 大王 这是我跟项庄 途中截获的一封密信 陈平要施展迷线机 谁传递情报最好 那当然是咱项博了 这事 你看过了吗 项博哪敢说 自己第一时间就看过 那是赶紧明白 没啊 我懂得军中的规矩 不曾 也不敢打开 项羽这会儿 也是冷着一张脸 他只是说 这事先按下布表 镜头再一转 项羽就已经在跟范增发脾气了 显然呢 行阳这场拉锯战 对于双方的后勤补给 都是个考验 刘邦战据关东 又有萧河愁挫粮草 虽然也是三天饿四顿 可总比项羽补给线 拉得老长要强得多 项羽对于这种偷袭的行径 非常的鄙夷 而一旁的范增 却让他想办法坚守住 然后替项羽做了决定 直说15天内 项羽定会回旧 曹旧左看看 右看看 心说 我到底听谁的呀 两个不同的声音 就在耳旁响起 我的意思是 等我们的命令 雅夫说的是 带曹旧走后 项羽和范增 两个人陷入了尴尬 很明显的 项羽此刻是急火攻心 失去了判断力 眼下 楚军内部流言四起 外部粮草供应不上 而作为主公的项羽 这样的做法是有些失责的 错过了粉碎离间计 最好的时机 让怀疑和猜忌 根植在了自己的内心 曹旧 你什么大司马呀 你连给我们周伯将军 贴鞋都不配 历程下 周伯带着汉军 要切断西楚补给线上 最后的防御城池 而曹旧 秉承着贩增嘱托 保持着 你骂任你骂 清风扶山岗 周伯早就在西北山谷两旁 安置了扶兵 要的就是 楚军要是出臣迎战 只准败 不准胜 全军向西北退去 拔出军 引进山谷 结果啊 曹旧愣是不出来 把叫骂的左安小兵 都给骂渴了 这会儿 还是给错人了 怎么着 不得让咱大汉第一使节 儒雅的随和来试试 听闻周伯叫骂失败 深谙人性的男导师刘邦 就有话说了 三句话 我叫曹旧出城迎战 第一句 你不会打仗 第二句 你不懂兵法 第三句 你不如周伯会打仗 他肯定出来迎战 快去 这话一骂出来 在历程的储君大司马曹旧 就忍不住了 他算什么东西 一个吹丧的 带着区区五千兵马 就敢跟我交战 司马兴一看 赶紧劝他 军师有命 咱守着就行了 你是在教我兵法吗 接着 司马兴赶紧站起身来 请出了范增密令 范先生留有密令 不准出城迎战 此刻的曹旧 曹大司马 那是怒火攻心 我还管你的密令 将在外 军令有所不受 说罢了 就点骑兵马 直接杀将过去 这一战 曹旧是连追出数十里路 可谓是杀了个尽兴 那真是 你骂任你骂 老子大司马 守城去他娘 老子战术强 结果就听见耳旁 一声犹如惊雷一般的声响 曹旧 你好好看看自己的处境吧 眼下的曹旧 可谓是孤军深入 一向自诩战术强的曹旧 曹大司马 此刻却被夏侯英的一句嘲讽 搞得心态彻底绷不住 眼见大势已去 曹旧从腰间拔出佩剑 这个 一路从江东杀出的大司马 终究倒在了 自己的轻狂孤傲上 这场面 也和他的主公 不可一世的项羽 竟是出奇的一致 那么 梁曹被断的项羽 能够认识 理解危局吗 一条出色的计谋 想要成功 最需要的 那肯定是内鬼的助力 眼下大司马曹旧兵败 丑军仗中一世 这项伯一张嘴 那就敲定了 有内鬼 这就惹得范增 一阵白雅 不要妄加盘断 可项羽毕竟是项羽的叔父 从辈分上 你是亚父 我是叔父 我还惯着你 当场就老瞎子做拉面 瞎扯了起来 大王 我认为 应该从速决定 至于该怎么处置这个司马新 要当机立断呢 一免 范增这怪老头 直接打断了项羽的话 成丢了 那是大司马的问题 跟司马新有什么关系 可项羽拿着信 就开始反问起了范增 到现在你还认为司马新 是个忠诚的汉子吗 老夫 依旧这么认为 那一瞬间 空气似乎都未知凝固了一般 项羽颤抖着头 缓缓地吐出了一句 那你还真挺看得起的 范增眼睛一闭 心里也知道 坏了菜了 这小子又伤头了 一牛脸啊 范增和项羽走出了大仗 范增知道 司马新这个人本身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若背叛所带来的影响 在楚军阵营当中 前情诸多想象 一个处理失当 会导致本就不稳定的军心 变得更加失去控制 范增这话 自然是给司马新开拓 可落到了项羽耳中 重点则是 你瞒着我 给了司马新一道密令 这道密令意味着什么 你凭什么越过我 给司马新下令 司马新此刻 在项羽心理身份不做好 那么范增这一局 无疑更是加重了项羽的猜忌 范增何其敏锐 他说着 最近忙忘了跟你说 现在来得及吗 来得及 来得及 这两个来得及 虽然普通 却足够说明 楚莹的离间杀渠 已经让这对默契无尽的父子 间隙越来越大 臣有罪 对大秦想讲司马新 项羽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他一边吃着核桃 一边饶有兴趣的 看着司马新给自己辩解 臣没有祖劝住曹旧 令城搞丢失 此刻项羽反倒替司马新解释起来 他只要出战 使他糊涂 你有何罪 司马新倒是个人精 跪着不起来 他先是投楚 又在张寒死守费丘的时候 投汗 眼下又在储君仗中 虽然每次都是迫于压力 但无疑啊 在项羽这里 司马新那就是一张活脱脱的坏人牌 起来 不必如此 然后项羽就递给司马新一枚核桃 来尝尝 项羽又说起 打仗总是有数有盈 但是我项羽最讨厌 就是有些人明明没啥问题 却总把事情往自己身上来 好像这么一揽 就那个表现 对我的忠诚 臣 绝无此意 司马新是知道 项羽这个人的性格 他眼下要做的事情 无外乎把事情说清楚 于是他张嘴就说 前有汉石挑拨离剑 后有大司马兵败成破 那你是担心 本王怀疑你 担心本王 中了刘邦的离剑技是吗 司马新新说 就您这个嘴硬小子的表现 难道还没中击吗 当然了 咱们的项羽 那是一个剑步走到司马新面前 我只要你一句话 你有没有和刘邦勾结 绝没有 而紧接着项羽抛出了一个问题 我听说 范增先生给了你一道密令 有这事吗 没有 此处 司马新的回答 目的是为了消弭 项羽对自己和范增的猜忌 而他的回答 无疑是让范增坐实了 想保下司马新的罪责 那么 司马新回答有的话 结局会不同吗 结论是没有任何变化 项羽一时会觉得范增 云越了权限 这一点可谓是项羽性格上的缺点 尽数被离间计逼现了出来 烛火摇曳 司马新的鼻 未曾有一个停下 写好了吗 大王等着看你的字白书呢 且说那日 化疗之后 项羽名义上 让司马新协助调查 实质上 则是逼迫 他写字白书 而司马新委屈啊 他那一瞬间 仿若老了几十岁一般 勾搂着身躯 浮在桌岸上 耳旁项庄的话 刺通了这位大秦顾旧的心 大王的用心 你要明白 有些话 不用我说明了吧 把你通敌判处的事 全部交代清楚 同谋是谁 司马新闻言 身躯猛的一颤 耳旁项庄的话 更是把他带回了 此生最不愿回响的片段 我要是你 早在心安的时候 就自己跳进坑里了 接着 项庄送出了 项羽带给他的 一顶坏了的核桃 看着坏核桃 司马新也明白了 项羽的意思 吃核桃 需把核桃扒开 若是司马新 觉得自己是清白的 也需要把自己的心 拿出给项羽看 司马新 一边流着泪 一边想起了曾经 想了吧 为几十万弟兄们 去想一想 他们能活命 可是 到了心安 他手拿起象牙筷子 那一年 心安天很好 司马新 劝张涵投了项羽 或许 从一开始 便是错了 错了 也回不去了 我问你 是不是他们 供不供出我来 你都得让项庄调查我 司马新死后 一场席选 整个褚鹃大兴喜运动 开始了 矛头直指 曾经的顾群降将 乃至于 战功赫赫的老将 且说在项羽秘密调查的秦国降将之事 在司马新自裁后 也有了结果 接着 项羽 看着那主解和罪状 雅夫 这字里行间 都是委屈 和怨恨 难道这个时候 你还想包庇司马新吗 这项羽的意思 很清楚 我项羽 英明神武 判断没错 司马新 就是有问题 按照这个惯性思维 他觉得 只要他一出手 制止这些流言蜚语 那就是如来佛抓孙悟空 易如反掌了 可范增看着这主解 是一脸的不可知心 且不管范增相不相亲 西后羽都领先 时代的项羽 更是领先斯大林慈父几千年 搞起了浩浩荡荡的大清洗 大仗前 无数主解上 书写着各种名字 和流言蜚语 上面有很多名字 都是那些最有嫌疑的秦国相讲 项羽 看着主解 和羽子期的话 就递到了耳旁 大意就是说 大哥 咱要继续查下去 得死好多人 你给个准话 咱不查就一把火把这主解都烧了 这事接过去 咱翻篇了 死的都是敌人 不好吗 暴虑的项羽 怎会允许背叛自己的人出现 羽子期只能说 自己这就去办 宣急 项羽把能消灭一切的火把 扔到了地上 而大仗外 一个又一个 有秦将背景的将领 正在接受盘问 甚至连龙居和钟离妹 都感到了恐慌 几百人 哪一个人都这么查吗 要是他们都和汉王勾结了 那军中不早就划遍了 划遍是汉王所期望的 宣急 两个人眼神交汇 连这两个猛将都在一瞬间 想清楚了事情的严重性 沙场外 仇云惨淡一片片 无数位西楚流血流汗的将领 被砍倒在地 就连执行人相庄都感觉 一阵阵的经济涌上心 他们很多人 都是被强行逼供 就算不说出同伙 照样会被拷打致死 我还怕 这个事情控制不住 于子柒 听着相庄这么说 那家伙气不打一处来呀 这些事都是你搞不出来的 你现在还想说什么 言指于此 相庄也没什么办法 毕竟 老相家别的没用 内鬼抽的是真多 准备 不能杀 不能杀 钟离妹突兀的冲进了这片沙场 钟离妹是什么人 本身就是秦国小力出身 这沙场上 有他过去的手足兄弟 有他过去的血战袍则 于子柒一脸无奈的 把钟离妹拉了回来 结果一张嘴呀 就是兄弟 你来得正好 大哥也怀疑你了 从明儿个开始 你跟相庄一起查这件事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杀人还有诛心 我办不到 杀自己人的事 我办不到 此刻的钟离妹 那心情就是玩败定居 绷不住了 于子柒还是冷静 一个劲的劝他 说钟将军 你要相信我们大王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但这件事 你先少说话 于是 随着相庄的声音 又是一群楚营的将官 死于大清洗之中 几轮大清洗过后 楚营上下 人心惶惶 范增铁青的一张脸 项羽此刻 虽然心有猜忌 却仍旧是压着脾气 足以可见 他还是把这怪老头 当爹看待的 而范增 愣愣地站着 就是不说话 项羽心说 咋回事 故意找茬是不是 我问你 是不是他们 供不供出我来 你都得让相庄调查我 这话一说 项羽回眸 呀傅 你这是在说什么 你明白的很 范增接下来 那就摆出来一副 我要教育你的口吻 质问项羽 眼下正是两军 对战的时刻 为啥你要痛击队友 是我平时对你太温柔了 还是你叛逆七道 永道修好了这么长时间 为什么不进宫 哦 雅夫是来跟我谈策略的 我跟你谈的那是霸业 结果呢 项羽对范增的提议 是一脸的不屑一顾 反倒是劝的 老年人多回去休息休息 有些事嘛 就交给年轻人处理吧 范增这怪老头 那也是上头了 对着项羽 发起了灵魂拷问 来 我问问你 钟离妹合作之友 你还调查起他了 项羽是咬牙切齿 有人告他谋反 你说出这是谁信呢 他宁可自己粉身碎骨 他怎么能够谋反 听到这话 项羽脸上表情都绷不住了 他咬着牙 司马新也冒着粉身碎骨的危险救我 那后来呢 这话的前台词 就是这些秦国详将都不可信 这给范增气的 以为你自己吧 留下这话 范增就转身离去 而这件事 无疑啊 成为了亚伐稻草的最后一只骆驼 那么项羽啥时候能意识到自己中计了呢 范增的谋略有多可怕 项羽的猜忌心就有多重 看到了离间祭破局关键的范增 却依旧逃不掉项羽的猜忌 自从陈平离间祭施展成功 楚营上下乱作一团 可范增是老中一打眼 一眼编织关键 汉军为何要这么做呀 第一 延缓楚军进攻节奏 第二 让楚军内部消耗 使军官断层 主要原因还不是打正面打不过 这不就手拿把掐了吗 直接破城 抓了刘邦 一切便能迎刃而解 对此计谋 钟离妹是大为赞兔 这样窝囊日子 我们一天也过不得了 接着范增直接说 明天仗内议事 我说直接不惜代价攻城 而陈平表示 范增你想赢 还得看项羽想不想赢 只需要让项羽继续发昏 玄机 他找来卢婉 给了他一份名单 接下来这一幕 多少就有点离谱了 请将军派人 秘密潜入楚营 把他们一一杀掉 一定要造成 是自杀的样子 哦 楚营内 龙鞠和钟离妹两位猛将 收集了最近大清洗下 死亡将领的腰牌 此时的龙鞠 声音是充满悲戒 就是觉得 每个人的背后 都还有一双眼睛 在夜里偷偷地盯着你 这位一路跟着项羽 血战无数场的大将 在这种场景下 居然说了害怕的话 然后龙鞠又说 眼下又有几个 旧秦固有死在帐中 大王说 是畏罪自杀 钟离妹 一下找到了重点 那几个军事呢 发现尸体的军事呢 有的失踪了 还有的疯了 这给钟离妹 直接整不会了 毕竟那会儿 还没有网报的说法 钟离妹自貌自欺地说 现在 也就守着蓬城的继部 没被怀疑吧 结果 您猜怎么着 而钟离妹的话 直指问题的矛盾点 此番大清洗 若是查到 面对掌握破局关键的范老先生 项羽是如何评价的呢 但我并不是不信任雅夫 只是 他年纪大了 又爱生气 这种会议 就别叫上他了 今天 风和日立 本应是军中议师的帅长 今日 却只有嫡系家将在 于子柒 觉得奇怪 前往项羽的王帐 结果 项羽却要求 你叫他们 现在就来我帐中 咱们就在这儿商议吧 于子柒一听就知道 他这个大哥 多半是对范增 有了猜忌 而他看的透彻 索性 直接跟项羽说 大哥 说句心里话 可能不当讲 子柒以为 军师是值得信任 项羽 此刻展现了一个 嘴硬小子的修养 范增啊 年纪大了 以后这种会 别叫他 等到范增掀开率仗 一个人也没用 怪老头 一个人拄着拐杖 走进了王帐之中 小夫 你怎么来了 项羽的言外之意 你说你一怪老头 老母鸡肤白天鹅 多管啥闲事 范增一听 我今天非得 赵王爷到院子里 管管闲事 项羽说 行 行 我这个年轻人 不跟你较真 我们今天谈的 不过是一些 正常的防务 那范增也没啥话说 就表示 自己年纪大了 搁这歇一会儿 总可以吧 于是大赵内 又回归了 正常的讨论 那项羽 张嘴 就高度评价了 项羽的战术 封锁敌军粮道 被围困在 行阳城的敌军 将会不攻自乱 大王 这可真是一个上策 军师为何能笑 军师恐怕是老了吧 耳朵不灵 没听清 项庄此时 那真是毛坑里跳高 过分了 可项羽并没有严加阻拦 范增这个怪老头 还惯着你这帮小年轻毛病 进宫 要进宫才行 不能老围着这勇道打转转 打了再修 修了再打 你蠢到家了 项羽作为嘴硬小子 怎么能有人 蔑视自己的战胜呢 我是主帅 我当然明白分寸 现在的行阳城 已经经不起几次进宫了 我抵 中立面为先锋 全力攻城 而这个时候 项庄属于是 癩蛤蟆硬装小青蛙 长得丑 还玩得花 恐怕您是老糊涂了吧 这没你说话的份 我随项毛征战的时候 你还在山中抓鱼呢 你说谁抓鱼 接着项羽的手 就制使了范增 给这怪老头气的 撂下一句 那好了 你松开把我去抓鱼 就走出帐外 准备去抓鱼了 王帐内 烛火摇曳 云歇雨停 项羽和鱼姬 刚刚下完大半夜的香气 此刻的项羽 却也说出了自己的忧虑 整个军营 都是他的人 我身边一点点风吹草动 都瞒不过他 一个军师 居然会如此留意 主帅的一举一动 你说他到底安得什么心 于其此刻 大敌是嗓子有些痛 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而安抚军师范增的工作 项羽没做 钟离妹可老稀奇了 他算是看明白了 整个储君里 也就范增还清醒点 他放下热汤 就跟他汇报工作说 项王的营帐啊 已经撤退到最后一道房间了 过人撤了 我就说他是蠢蛋 他的亲信当中 没有一个中用的 钟离妹也不客气 咱就是说 自从相伯相庄 从刘邦那回来 楚莹的一切都变了 竟然连这伎俩都信了 钟离妹也是一阵无语 心说 那咋着 人家是判官的小舅子 内鬼 可到了嘴边 就是劝范增 咱要不再跟项王再谈谈 项王只是叛逆气道 范增那是直接火冒三丈啊 他凭什么跟我盯罪 项王现在太集中在永道上面了 这样大的优势这么大 对得起前面的优势吗 要是您跟项王都不肯让步的话 那后果不肯设想啊 冷静下来的范增 缓缓吐出了一句 我找这小子谈一谈 言罢了 范增起身 此刻风大 吹拂着范增苍老的面旁 他执拗的在王帐前 任凭风雪 吹动灰白的头发 项羽掀开营帐 眼里只有片刻心疼 却仍未相见 接着 范增缓缓起身 走出了那片风雪 他知道 属于西楚的时代 祸将结束 我看清楚对方的计策了 可还是无能为力 我们跌下了无底深渊 你知道吗 人生最大的敌人 不是别人 就是自己 范增输了 项王又何尝不是的 正如范增所言 他的离去 象征着项羽此后 只剩一枪孤勇 而在那夜风雪后 究竟发生了什么 且说范增 在帐外等了半夜 项羽不见之后 隔日率仗一事 项羽率先开始 军师呢 我两次派人去接他 怎么还没有来 于子齐信说 大哥 你真是印超级反复罢工 到底有没有必输 军师 昨晚挨了风海 恐怕来不了了 他不来是就别意了 叫人去把军师接过来 我在这儿等他 项羽气势汹汹的样子 丝毫没有认清现实 范增这会儿 病奄奄的 躺在榻上 可谓是认清了现实 贴心的钟离妹 一早就来了 正哥这儿劝了 你们两个别这么僵着 这样僵持下去 高兴的肯定是汉军的 是他刘邦啊 项羽的脾气 我们都是知道的 可是我们得让他知道 他这样做是错的吧 钟离妹说的话 萦绕在耳旁 范增只是一脸疲倦的 握在榻上 我们全力攻打行阳城 活住刘邦 那些人就不会再说三倒四了 范增听闻了此言 才有了一丝神色 拿下行阳城 轻而易举 大汉将轻抚 等那一天到来的时候 一股寒气 从脚底涌上钟离妹的心头 汗还没灭呢 项氏族人 在这时候就想着争权夺利了 而范增将这一切看得透彻 他已然不在乎这些 而范增还不知道 真正让他心寒的还在后面 病奄奄的范增被扶进了大帐 而项羽的脸上 看不到一点的波澜 项羽把范增扶上座 范增盼盼着帐中猪将 心想 这小子是不是要是不插屁股 插锁口 开窍了 等范增坐下 猪将才开始议事 雅父道 咱们就开始议事了 行阳 你是囊中之物 攻下他 这是迟早的事 然而 活捉刘邦 才是咱们真正的目的 项羽一听 立马点了点头 项羽露出一副乖宝宝的样子 转头问范增 这没错吧 没错 范增现在还没缓过劲了 接着 项羽呢就是 钥匙插到屁股上 开始了 我命令先锋 后撤十几里 还转移了营仗的位置 这么做 主要就是怕汉军搞偷袭 项羽接着说道 切断涌道之后啊 行阳 马上就要断梁了 咱们这战略 军师 我军攻击涌道的策略 对不对 您满不满意 此刻 范增虽然有些疑惑 但多半也以为 是项羽转了性子 只说 这都是老新闻了 咱整点新鲜的 项羽继而说道 行阳城此刻 断水断粮 围困树日 不占自身 速攻速攻 攻击 大王一直是险中求胜 怎么反而要守 军师不是一向喜欢 稳中求胜吗 为何如今要 速攻速攻啊 范增也看出来 项羽这样做 纯属是 山羊放了个绵羊屁 骚气又阳气 他也明白了 这小子 是纯纯来找茬的 是来气的 我怎么会要气军师呢 接着 项羽起身 您不是喜欢赵王爷扫大街 多管闲事吗 今天 咱就让你管个够 昨晚右营 走失了十五匹战 如何惩罚马夫 请军师定着 喝酒打架 伤了三个人 两条狗 请军师定着 范增气得不行 而相庄 却是笑得不行 范增脸颤抖着 老板大王 有像这种事 不要叫我再来了 大帐内 响起了一阵阵 恭送军师的声音 这一刻 项羽是快意的 一块压在他心头上的 无形的大山 倒下了 造成这一切 罪魁祸首的陈平 冒着天下最大的风险 只身来找到了 楚营中的卧底 昔日放走刘邦的丁公 你是不知道 他们两个人啊 老头子看相王的眼睛 都要冒火了 相王也真是够狠的 活生生的把他气跑了 陈平一下子 就抓到了事情的重点 范增此刻还在楚营 不讲兄弟 你得再加油添醋啊 范增是何人 一旦他醒过盹来 他就会抓你 到那时候 你急也来不及了 闻言 丁公是大惊失色 到了晚上就来到 项羽帐前 范增不出 楚军危在旦夕 大王平日里 如此信赖的雅父 居然跟刘邦勾结 这样的事情 谁可以证难 丁公此刻 贡献了稳定的演技 一番表演 让本来就上头的项羽 下了一个决定 赶走范增 此刻 压在项羽头上的 那座大山倒下了 没有倒在刘邦的手里 而是倒在他 精心辅索的 项王的手里 那时 车慢马慢 一旦错过 可能就是一生 钟离妹得知了 项羽弃走范增的消息 快马加鞭地 拦住了车架 范增此刻 是双眼无神 生无可恋的手里 钟离妹翻身下马 跪在了范增的身前 范增何尝不知道 留下才有希望 只是 她是心如死灰了 她虽然看透了 对方的计则 却仍旧是感觉 跌入了无底深渊一般 你知道吗 人生最大的敌人 不是别人 就是自己 范增输了 项王又何尝不是呢 钟离妹 眼神空洞的 看着马车 越来越远 她知道 项羽打过无数的声仗 她和范增 本应该是 秦始皇照镜子 双影 可眼下 却只剩下了一个结局 从此 处军无止 只于一枪孤勇 范增啊 你不是死在战场上的人 这是天意 上天叫我范增 在此 停止了 项羽赶走了范增之后 很快就意识到了错误 她着急的命令 于子柒追回范增 而这时候 心意冰凉的范增 已经意识到了天命所归 等到于子柒赶到的时候 范增此时 颓然地卧在地上 正所谓 藏名修立虎狼朝 陈鹤东一 相继豪 还家落日埋英气 回首浮云 伪旧 百步西连 灵母墓 峨眉仙石 泰山高 一代谋士 范增死了 他用他的死 留下了生平 最后一个计策 这条遗迹 便是他死后 项羽定会不顾一切的 攻打刑仰 如此 西楚 仍有一线生计 如此 他范增 也不算 白来这世上一遭 楚军大营内 项羽焦急地 等待着 于子柒的消息 结果 于子柒 一脸泪痕地看着他 那瞬间 项羽也明白 发生了什么 他的亚父 再也回不来了 这项羽 纯属于是 汽车撞墙 你知道拐了 大鼻涕流到嘴里 你知道甩了 股票涨起来 你知道买了 东乐剧院更新了 你知道赞了 晚了 独自在大帐里的项羽 回忆着和范增的点点滴滴 最后那一场漫天的风雪 是他和范增的诀别 也是他一生中 最无法挽回的错误 木下的项羽 终是有了成长 他终于理解了 范增的良苦用心 可惜待稀愁的风雪散尽 余下的 是大汉的朗朗轻功 兴阳城内 陈平脸上 带着狂喜的来找刘邦 大王 事已办成 事已办成 来来来来 大王 范增死了 在确定了范增的死讯后 刘邦才长输了一口气 范增这个老贼 就这么没了 后事由苏氏曾有评论 增 高祖之所谓也 增不去 项羽不亡 刘邦此刻是分外得意 给了陈平的钱 陈平这时候 也得好好表现一下 赶忙说呀 大王 您给陈四万斤 那四万斤 只用了两万八 其余的 我给您带回来了 刘邦此刻 再次展现了一个帝王 深不见底的御人技术 他没有过问陈平 是如何花钱的 只是说道 当初我跟你说了 我是用这四万斤 赌你这条命 金姐 你赢了 所以 这个钱 我不会再收回来 而且 还会重重的犒劳 臣不敢要 我已经说过了 我愿赌服输 谢大王 对于刘邦来说 花这么点钱 就把范增给除了 那可真是 除雨昕翻跟头 爽翻了呀 此刻 陈平脸上没有变化 内心可是波澜壮阔呀 此番计谋成功 离不开刘邦的信任 重回大汉的核心权力圈 也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这里 咱多说两句 项羽和刘邦 最大的不同处 项羽 战胜不与人功 得地而不与人地 对手下吝啬军功 风赏颇少 手底下的人 自然也就不愿跟他干 反观刘邦 无论是论功行赏 亦或是犒赏封地 不管后面如何 起码 有功我就赏赐 你要做什么 我砸锅卖铁支持你 这 也同时导致了 原本隶属于项羽那边的人才 不断地朝着刘邦这边流失 那刘邦咋办 除了孝娜还是孝娜 人才储备上这块来说 那刘邦还真就是 秦始皇吃花椒 赢麻了呀 接着 刘邦就意识到了 一个分外恐怖的事情 咱们可能会有大麻烦 雅夫生前 多次催促我进攻行仰 虽然他现在看不到 我最后的胜利 但我要你们在进攻之时 用全军冲锋的吼声 来表达上雅夫最后的敬意 随着泛宗的死亡 项羽也从离间计中 清醒了过来 此刻的储君上上下下 透露着一股悲壮的氛围 正所谓哀兵必胜 而项羽也决定 号令全军准备进攻 我要用刘邦的脑袋 来祭奠雅夫 储君浩浩荡荡的攻城战 让大汉阵营 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对此张良的意见是 坚守此城 以待韩信回援 等到韩信来援的时候 就可以形成两面包夹之势 对此 利益机则是坚决反对 现在星阳城四面授地 梁道已经被切断了 如果这样死守下去 最后的结果 恐怕只能够是屠城啊 利益机的话说了一半 但在场的众人都明白 就项羽那性格 眼下正是暴怒的时候 一旦守不住 那邢阳城里的老百姓 可谓是上上下下 整整齐齐 在阴间实现大团圆了 对此 刘邦发表了高度客观 且充满主观色彩的总结 为了让城中的百姓 免遭涂炭 传令各位弟兄 准备戏城 有了最高统设的命令 汉军很快就行动了起来 而陈平则是找到了夏侯英 点名 要找一个跟刘邦容貌相似的人 夏侯英也不明所以啊 就说 有一个呀 叫寄信 你找他干啥 先生 问这个干什么呀 哎 刚才讲好了 不许问为什么 夏侯英是一脑门的问号 李左军也一脑门的问号 他就说 韩信大将军 为啥不去救汉王呢 我知道汉王现在情势紧张 可即便我们感到新阳 实在是缓不及其 兵力不足 这是以卵击石啊 这话的意思啊 那简直就是 闭着眼睛看王吧 无事规定了属于 说白了 其实就是赌 我还信赌刘邦 吉人自有天下 哥们不是不忠诚 只是太信赖主公能力了 大王啊大王 您只考虑一个弟兄的生命 您怎么就不考虑 这成千上万的兄弟们的性命 会白白送掉的 面对陈平的质疑 刘邦当即做出了一个决定 让陈平继续说下去 泛增深思 项羽也从离间祭中清醒了过来 发疯一般的攻打行阳城 而陈平此刻的计策 将会拯救刘邦的性命 我们找个假汉王 让这假汉王 穿着您的衣 坐着您的车 打着您的旗 肯定把项羽的主力部队给吸引开了 那个时候 您就趁黑趁乱 赶紧出城 闻听此言的刘邦 陷入了沉思 而陈平又是继续劝说着刘邦 此际虽然牺牲了一个弟兄的生命 可咱们让更多的兄弟们 都能活着不好 让我想一想吧 陈平做事就要离开 而刘邦抬谋 这件事情不要跟任何人说 诺 等到假汉王来面见刘邦的时候 刘邦一脸的惊讶 此人便是刘邦的盲荡山老班底 名为继信 你是不是在盲荡山的时候就在啊 没错 这时候的刘邦 心里已然是做出了决定 此刻身无旁人 只有陈平一人在 显然呢 这个事 他不想跟任何人去说 你知道你替我会死吗 大王 小人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准备 而人之将死 寄信也迸发出了忤逆尊上的勇气 一股脑的把这些年的压抑 讲了出来 兄弟们跟您这一路上死了多少人 他们跟着您 没过多少的好日子 从盲荡山启事到现在 咱们兄弟还剩下多少 我这个人没什么大志向 就想好好当个兵 刘邦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 他此刻早就不再是盲荡山的山贼王 而是雄剧关中 虎视天下的汉王 我还要多谢大王 谢我什么 谢大王 让我也能当几天王啊 他不止要替兄弟们谋活路 也替大汉谋了一片晴天 你的话我记着了 此刻刘邦已经做下了决定 而项羽的攻势 则欲发猛烈 是时候撤了 那谁来守这座孤城 行阳 在项羽的攻击下 犹如一座摇摇欲坠的楼宇 谁来守这座孤城 刘邦此刻却做出了一个决定 用未报守城 用未报守 无非三个结局 第一个结局 他弃城投降 还有一种可能 他战死 算是洗刷了一生的耻辱 我会以王者之礼厚葬他 还有一种可能 这是最不可能的 就是 他打胜了 刘邦所说的 三个结局 其实都指向了一个方向 那便是 未报虽然得死 但得死得合乎情理 一个反复的小人 为了能够活着 出卖自己的老婆 甚至甘心为奴 他图的 就不仅仅是活了 他刘邦 不是夫差 未报 也做不成勾戒 而张良一看 不行啊 未报此人 一无只会的才能 二无必死的胆量 此人不合适 让我留下吧 刘邦一看 赶紧说呀 哎呦 我的子房啊 你可别猪八戒 进屠宰场 自己贡献自己啊 陈平赶紧就推荐 大王 我这儿有个人选 周可 不行 他只是个部族统领 可他是寄心的好兄弟 深安全谋之道的刘邦 一下就明白了 陈平的用意 我知道他 这个人忠诚可靠 可以忠人 然后 刘邦赶紧布置了计划 我们分逃行动 如果我们分开 会让他们不知所措 子房 我拜托你一件事情 请照顾好我的家眷 然后 他仅是叫了夏侯英随行 此刻的项羽 发了风一般的 进攻着行阳城 城墙上的每一村土地 仿佛都展开了血战 这些年轻人 稚嫩的脸上 又经历了多少的征战 天下何时直戈 这些士族何时能够回家 凄凉的夜色里 拼杀声似乎终止了一番 披着斗篷的刘邦 从暗处走了出来 身后 夏侯英 头戴斗力随行 一下马车 从暗处驶出 寄信披着袍子 缓缓对着刘邦 施了一力 接着 一声霹雳 在黑夜里响彻 开城门 兄弟们 跟我刘邦 删出去 旋即 寄信和他的车队冲出了城门 做出了一副要突围死战的模样 消息传到项羽耳中的时候 他早就是猴子吃辣椒 红了眼了 他怎么可能会放过刘邦 直接是亲自骑着乌锥 要斩下刘邦的脑袋 来祭奠亚夫 结果一看 好家伙 这是金蝉脱鞘了 刘邦呢 我就是刘邦 此时的寄信 并没有考虑到那么多的天下大敌 他想要的 不过是让刘邦 给兄弟们一个好日子罢了 站在车架上的寄信 只是说 我们的大王 迟早会砍下你这颗脑袋 烧死他 接着 就被项羽烧死在了车架上 化作了乱世 一颗微不足道的尘埃 摇曳的火光 倒映着魏豹纠结的心境 可还没等他有多余的动作 这个反复无常的 大魏王的卧心肠胆 还未开始 便已经结束 他倒下的身躯 似乎还带着些许不舍得 是舍不得曾经和搏击偷鸡 鸡肠碌碌的日子吗 是舍不得荣华富贵 高高在上的魏王吗 他已经没有思考的空间了 余下的 只有一片黑暗 公元前204年 行阳之战落幕 向于大破行阳 亚父泛增身陨 天下将定 秦落的天空将要放秦了 很多人都认为 刘邦拿捏不住寒心 可他们不知道 刘邦的心机和城府 到底有多可怕 大汉车神夏侯英 带着刘邦一路狂奔 目的就是一件 拿了韩信的兵 不要动了 大将军 你训练的新兵确实有一套 这么帮人 让你训练成了虎狼之师 兵我先带走 给你留下两千 你呢 再招募一些新的 且说韩信 正在吃饭的时候 纵横家宽彻 就给他带来了一个消息 大将军 有消息说 向于储君攻下了刑阳 汉王怎么样 汉王下落不明 这一下 惊得韩信 并也不吃了 直接走到沙盘前 此刻的战况 不容乐观 刑阳被攻破 刘邦是生是死 大将军 要集结军队吗 各种念头 涌上了韩信的心头 他猛地喊来了士卒 似乎 是要下令全军突击 持援刑阳一般 可眼下形势 那就是小花猫 枕咸鱼 一目了然呢 等等 接着 韩信就对一头问号的宽彻 解释了起来 刘邦对咱们 最大的期待是什么 整顿军力 团集良草 接着 韩信就俯下身子 做出了一个 异想天开的决定 相信他们能渡过难关 化险为一 我们哪也不去 宽彻 一看韩信这行为 那纯属是 屎壳狼出远门 你找屎了 早先行阳告急 你不去救援 眼下 刘邦生死不明 你也不寻 也不表露自立的野心 纯纯的有毛病啊 而此刻 大汉车神夏侯英 正驾驶着马车 兴夜骑驰 目的地 却正是韩信的军营 一路的骑驰 让夏侯英 连车都停不稳当 刘邦 光当就从车厢里掉了下来 这时候 曹三听闻汉使到了 赶紧是剑步跑过来 看到眼前人 真是一口吞了食粮 大吃一惊啊 接着 赶紧去把刘邦扶起来 这家伙 他也想不明白 刘邦是咋过来的 属于是 不知道能跟大宋车神 赵光义 并驾齐驱的大汉车神 夏侯英的实力了 刘邦也是又急又气 一路上 没跟曹三搭话 掀开营帐 直奔降音 一套操作 行云流水 没有多余动作 接着 就喊着曹三的名字 而这会儿 韩大将军 猛的被惊醒了 人还发懵的 韩大将军一扭头 哎 我降音了 就见刘邦 掀开大仗 不要动了 大将军 你训练的姓名 确实有一套 这么帮人 让你训练成了虎狼之师 兵 我先带走 给你留下两千 你呢 再招募些新的 韩信 发懵的看着周围的一切 咋回事呢 我降音呢 刚才那人 咋这么眼熟来着 接着 韩信辛苦经营的军队 就被刘邦截胡了 看着一对队 出营的军事 长山王张儿 也一头的问号 咋回事啊 韩信要遭反了 他推开大仗 大将军 我看见营中 兵马在调动了 大王把印拿走了 只给咱们留下两千人马 不是攻打齐果 这一下给张儿 这个战国已老 都给吓到 啥为人 两千人马 攻打齐果 汉王疯了吗 这时候 韩信又一次展现了 自己天才的想法 没有兵 咱们就自己招募 传令 让两千人马上回家 给他们足够的路费 规定他们 15日之内必须回来 告诉他们 如果一人带回五人 我升他为五长 带回十人 我升他为十长 如果带回一百人 我升他为百五长 刘邦把人马带走 准备择日再战 项羽费尽心力 只得到了一座 空空如也的新阳城 新阳城 汉王宫 本可一举拿下刘邦 项羽却一页账目 失去千机 随着霸王项羽 踏入了汉王宫中 宫殿摆设 歪歪斜斜 并没有给楚国军队留下什么 而士兵们 推着一人 走到了项羽面前 这便是守将 周可 项羽此刻 也成熟了许多 面对周可的 拼死抵抗 放在之前 那肯定是 怒而屠成 一个都不留的结局 现在 他却开口说道 竟是我那么多次的攻击 却能存活下来 看来你还有点能耐 周可可是个铁骨铮铮的汉子 项羽你个皮肤 别多说话了 搁这儿 狗尾巴装麻袋 你装什么狗屁 我要去找我的好兄弟 寄信了 就是那个冒充刘邦的人 项羽 缓步走到周可面前 刘邦把你留在城里 下场就只有死 你和你的兄弟 这样为刘邦卖命 却落得如此下场 不值得 跟着我 来我储君当将军 不 项羽耐着性子 继续劝着周可 赐你万户猴 如何 不 周可一脸俱傲地 看着项羽 带出来 宣记呀 项羽就展现了 楚国贵族的优良传统 他高度评价了 铁骨铮铮的周可 同时问道 有锅 还是随我征战 你选择 把火夹带 火还不够旺 项羽一脸地不理解 为什么这样的汉子 不随他征战 他又质问周可 得到的却只是 是人说梦 旋即周可 被丢入油锅之中 接着项羽转身回眸 眼神复杂地 看向油锅 一股无力感 油然而生 或许 亚夫说的都是对的 亚在他头上的大衫 不见了 可他 也终将要学会 独自做一个王 而不是一个 肆意蒸伐的 大将军 这是肖大人 怕我不信任他 才将他此之二人 留在我身边 肖大人用心良苦啊 肖和 做人的智慧 有多高潮 在混浊的官场里 不仅做事 数一数二 做人 更让主公放心 行阳之战后 虽然刘邦 收回了韩信训练的新兵 但沛显集团 还像是野狗一般 被撵得到处跑 粮草 就成了重中之重 远在关东 承载着后勤压力的肖和 不断地收到 刘邦催良的书信 您不会信我 面对门客 暴声的疑问 肖和只是说 回信能解决问题 这要是久接不得回音 他定心怀别意 闻言 人经肖大人 放下主简 就听见暴声 继续说道 主公一定怕我放不稳 人心思辨 一听这话 肖大人可就不乐意 你小子还敢这么想 这话可就不能乱说了 我肖和要是思辨 为何盲当山奇事不变 为何佩献起兵时不变 为何兵败行养时不变 而门声暴声的一句话 彻底点醒了肖大人 人都会变的 我肖和永远都不会变 此时的肖和肖大人 不知道自己 会成为汉朝最贪默的贪官 也不知道 自己会让世人感叹 那一句 成也肖和 败肖和 暴声耳旁 轻飘飘的一句 那主公 煞时间肖和如坠冰窖 此时不同以往 刘邦早就不是 昔日小小亭长 而肖和 也不应该是昨日的肖和 与暴声商议过后 肖大人 做出了一个决定 到了汉王的帐下 要多看少说 用心言习 此番酝粮 肖和把自己骨肉亲子 送往了汉军前线 说白了 那真就是 老母亲给黄鼠狼拜年 外卖上门呢 这一路颠簸 见到刘邦的时候 刘邦也很惊讶 咱大侄怎么来了 救福来 是让我们来参军的 不让我们回去了 让我们跟随大王您的左右 刘邦 眉眼一滴 差不多就明白咋回事了 也好 好极了 说吧 赶紧让夏侯英 带着肖家小辈下去 自然不会让他们上战场 肖大人用心良苦啊 一旁的卢宛看着 他还没明白咋回事 他不明白的事 利益机看得真切 到了利益机这半年纪 要的那就简单了 轻始流明 我们既没有粮草 也没有兵 如果跟项羽正面交锋 必死无疑 接着利益机就决定发挥他的老本行 跟刘邦建一样 说咱们现在直接跟齐国结盟 齐国上上下下 整整齐齐 被项羽打了这么多次 对项羽那是恨得牙痒痒 咱们直接跟齐国结盟 岂不是水到渠成 项羽打完了我们 掉过头就会去打齐国 所以我们最好借这个机会 就跟齐国和谈 结成联盟 共同对付一个敌人 项羽 你有把握吗 利益机也老懂了 直接是跟刘邦讲了个透诚 我将你飞战的方式 凭三寸不烂之舌 去将他说服 能不打仗 就可以结一个盟友 刘邦自然非常乐意 我已经给韩信下了发兵令了 对此 利益机那是轻狂一笑 尽嫌狂撑凤范 韩信现在就区区两千兵马 他还能打下齐国 那可是七十来做成了 刘邦一听 确实是这样 好吧 咱们好好地商议一下 然后刘邦就赶紧 找他的子方商议去 一开口 那就是老刘家的老传统 谁会想到 当年那个四处流窜的人 成为现在争夺天下的人呢 张良也是 顺着刘邦的话茬继续说 是啊是啊 然后才抽言提醒刘邦 现在韩信 已经做好了攻旗的准备 这个时候 派利大人去 是很危险的 刘邦嘴一撇 我没让他去啊 是他自己非要去 他能不能回来 那就看他命吧 张良一旁也没作声 而大汉使臣利益机 也踏上了前往齐国的道路 韩信大营 纵横加宽撤 推开大仗 三更半夜 什么事啊 宽撤赶紧汇报了一下工作 刚从齐国那 截获了一份密报 怕一误了战机 赶紧过来跟你说一下 宽撤赶紧跟韩信说 狂声利益机 你还记得吗 现已查明 利益机是汉王派去齐国讲和的 韩信这会儿有一点不理解 既然要讲和 汉王还派我出兵干啥 难道是汉王的缓兵之计 韩信的想法很简单 他以为的和谈是派出利益机 为他罚齐拖延时间 待到和谈 谈得差不多了 他就一鼓作气 直接把齐国拿下 可快撤直接打到 拖延啥拖延呢 人都要签订战略同盟协议了 齐汉互不侵犯条约 你懂吗 接着 宽撤又反问起了韩信 将军 不会想把军队留在赵地吧 韩信来回踱步 眼下的情况颇为复杂 在赵地待机 对于他这个大将军来说 颇为尴尬 简而言之 就是与他无力 罚齐呢 韩信脑子闪过无数个念头 耳旁纵横夹 宽撤的声音 响彻在大赵 立即 靠着三寸不烂之蛇 就把大将军您的战功给抢了 如果将军的功劳 还不如一只舌头 那汉就不可救药 如果 现在去攻打旗 汉还可有救 如果不去攻打旗 给汉留下的隐患 不可顾量 作为一个纵横家 宽撤彻底贯彻了 天下西壤 皆为力往的道理 也从始至终 只有一个目的 让韩信 列统封王 天下三分 这才有纵横家生存的土壤 方能赢得大大的民政 一如张仪 一如苏秦 而韩信 却躺在床上 思量着这一切 公元前204年 韩信撕毁 立即和齐相填衡签订的 齐汉互不侵犯条约 齐汉战争 正式开始 正如刘邦所说 韩信撕毁和兵协议 直接发兵齐国 这件事到底该怎么处理 却说刘邦 在大仗里发着火 张良是摇了摇头啊 说这事也怨不得韩信 你当初 不是也给韩信 发了发兵令吗 可是我又发停兵令了 张良也没客气 说 汉王你这事 天亮才烧铐 8月15才提春联 晚了呀 闻言呢 刘邦一时有些颓然 没关系 齐国 也是反复查 只是李先生 性命要难保了 而作为一代谋盛 这个时候则是 抛出了他的誓打 汉王 韩信要是败了呢 败了 刘邦的眼神 闪过一丝狠力 他坐在椅子上 脑海涌现万般念头 他清楚韩信的能力 也知道 这样会陷进一个 忠心耿耿的谋士 可王权 岂有回头路 杀 一个杀 说得轻巧 可就苦了 刚刚还在睡梦之中的 李义姬了 他现在 被五花大榜的 拖到了齐王面前 齐王 这是为何呀 韩信的军队 已经兵临城下 你是来骗我的 对吧 李义姬 整个人傻掉了 心说 韩信 你这不是 贝斯队友吗 一旁田衡的声音 就响起来了 韩信的军队 在黄河西过河 毫无戒备的平原 已经陷落 李义姬 算看出来了 他今天 是得下油锅了 已经成功的唯一 被韩信这个胯下小儿 给毁掉了 齐王 哪管你这个 直接大吼着 拖出去 给我碰了 这位 在历史上留下千古名句 民以实为天的 狂生如是利益机 最终死于 滚烫的油锅之中 而富丽堂皇的齐王公 也将会迎来 他的新主人 从胯下之辱 到入入齐王公 韩信的脸上 那真是春风得意马蹄急 他往王座上那么一坐 一种掌控一切的感觉 就悄无声息的 爬到了心头 全力滋生出的欲望 横生在了 这位大将军的心里 当然 作为一个睡觉达人 韩大将军 坐了会儿冰冷的椅子 就决定找地方 试试床 舒不舒服 等韩信大将军一起来 大王醒了 快撤 老懂事了 早早的就给安排上了 接着奏乐 接着舞 套餐给韩信安排上了 你还别说 这小姑娘长得 是真水 你是谁啊 我是峨妹 我是来伺候齐王的 谁知道啊 面对红颜娇花 韩信是一点 没有尽死插花弄浴 只是说 在我心中 汉王才是王 这可就给小姑娘 惩不灰了 要知道 小姑娘今天 鼓足了勇气 搁振 盈盈欲力 就是为了自己的家族 来侍奉未来的期望 她是万万没想到 这才第一个晚上 她未来的男人 就大吼着 一个老头的名字 快撤 快撤 当然了 至于这后续发生什么 剧院咱也不敢问 咱也不敢说 姑且是花静不曾 袁客扫 蓬门金矢 未君开 一夜无话后 大将军韩信 又来处理工作了 张儿 是赶紧开始 汇报工作了 我已经把齐将田进 追赶到焦东去了 我听说观音 打得更绝 他把齐的宰相 齐的君主 已经追得走投无路了 诺大的齐王宫里 响彻着韩信得意的笑声 他的声音十分居傲 蔑视着齐国的一切 这就是不可撼动的齐国 都说齐国强大 不可撼动 也只有我能撼动 此刻的韩信 分外的得意 而张儿跟着韩信 是一路征战 已经是被韩信 深深的折服了 能以您共识 是我的荣耀 我张儿愿一辈子 和你并肩征战 说完 张儿就借口军中 有事离开 这言论 前台词就是 韩信 你若称王 我定全力助理 当然 咱们韩大将军 对于这种事 向来都不知道 如何处理 只好 去找宽彻商量 而作为宋恒家的宽彻 讲话从来都是 不跟你直接挑明的 默默唧唧的 他先是说 眼下田恒 被逼迫的没地方走 肯定会跟项羽联合 这是亡国的大事 跟过去的仇敌联合 对抗一个敌人 是可取的 接着 他才说出了 自己真正的 此阵汉王 一定失去 其地的民心 其国之所以失败 完全是因为汉王 出而反而 先讲和后突袭 然后 他就对上了 韩信审问的目光 灰溜溜的承认了 当然 我是难辞其咎 宽彻这话 啥意思呢 那就是 汉王丢失的人心 你收拢一下 原地成王 不就成了吗 然后 韩信压根就没理的 直接走了 那宽彻 直接就成了 掉进废水里的 陛下急红的掩的动 实际稍纵即逝 不可错过 天下大事一定 不是你赢 就是刘继赢 正如田恒所说 当今天天下大事 楚汉争锋 成王败寇 结果 齐国 先是被 项羽一顿教育 又被韩信 撕毁的协议 如今 只能来找 曾经的敌人 项羽兼盟 面对如此情况 项羽该怎么做 且说 韩信攻打齐国的消息 传到彭城霸王宫 我们的老对手 田恒 就要亲自来彭城了 项羽军中 诸将群情积愤 恨不得 把田恒给活烹了 而此刻 咱们注意一下 这种军事会议 在离剑纪时期 通常都是 项羽的亲戚 才能参加的 而此刻殿中 多半都是外星武将 换句话说 项羽终于认识到 他那帮项氏族人 都是绣花大枕头 一群草宝啊 在泛增此后 项羽才有了成长 用王者的思维 去看待天下大事 只是这成长 未免来的 有些迟了一些 等田恒上殿之时 项羽何在 这些个西楚将领 都恨不得把他给吃了 我们大王的名字 这也是你神乎的吗 田恒 你个无耻之徒 你竟敢主动送人来 孤胆扶威王 一挤肃大旗的田恒 并没有被吓到 田恒既然来了 就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你说什么 住手 这两个四位谋命的 对手见面 项羽压抑着内心 暴虐的情绪 他们每一个 都和齐军交过手 战场的变化 比我实力的转换 不过是转瞬之间 项羽 不看当今局势 却只顾做自己的美梦 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闻听此言 项羽却是笑得出来 此刻的他 不同于昔日 你凭什么认为 我要和你们联手 天下大势一定 不是你赢 就是刘继 相比起来 我更愿意赢 当然了 田恒这老小子 想法只怕是 你比刘邦好对付一点 西楚的庙堂上 发生着激烈的争吵 到底要不要跟齐国联盟 成为眼下最主要的问题 听说 田恒来向我们求援 这些鼠尾 把我们折腾的兜将 如今败了 他们却像 丢了我的老鼠 跑到我们庞城来逃办 龙军 愤怒的话 充斥在大殿当中 作为猛将 兼项羽的故交 龙军 是非常贯彻 项羽战略方针的一个人 但此刻的项羽 则陷入了深深的私笔当中 背后的项羽 是一句话的回说 项羽 来点作用啊 别除了当内鬼 就是搞被刺啊 此刻 要是范宗在身边 多半是能替项羽 去思考这些问题 牧下 却只有他一个人 去权衡利弊 现在田家的军队 只剩下几千人 而且一逃到临死一辈 我们要他有何有 项羽 缓缓转身 虽然刘邦 控制了齐帝 但齐帝的冥心 还未被收复 从这一点来说 田氏兄弟 还是有他的用途的 接着 项羽目光 穿透了大殿 落在了纷扰的天下上 汉的气势 已不同往日 齐帝 只是脚底戒疮 而汉 才是主港在虎 我却 雅夫多次提醒我这点 当时 我太过固执 霸王 何曾认过错 牧下所说的话 无外乎 真情流露 眼下的局势 项羽 难得能做到 动若观火 若是让韩信 占据齐帝 汉对处的何为之势 将不可避免 那如何才能何为 龙军 率领十万精兵 知取林姿 一定要把韩信 赶出齐帝 让齐军 北上博养 以前行之势 切断韩信 东征军团的两道 项羽 抽掉了十万人 巨是善战的精锐士族 眼下 前线跟汉军 呈现焦灼的情况 在猛将龙军的调度下 决定 丑汉后期格局 最大的一场大会战 将要拉开帷幕 明日一早 就出兵 兵贵神速 我和刘邦 谁能控制齐帝 谁就能获得 最终的胜利 这口棺材 是我为韩信这小儿 准备的 待我龙军 把韩信的尸首 装死关中 献给大王 如果我龙军做不到 这口棺材 就是我龙军 最后的贵手 我龙军死在哪里 就埋在哪里 西楚 浩浩荡荡的十万精锐 进出鹏城 这些九战之师 将会跟随龙军 去讨伐韩信 龙军 抬关死战 不破韩信 终不回 项羽 亲自骑着乌锥来送行 那本王 就在广武山 等着韩信的首席 随着龙军一声大吼 全军开拔 齐楚 正式联盟 这一场决定 楚汉后期格局的战役 也逐渐拉开了序幕 齐军和楚军联手 天光在我梁道的后方捣乱 此刻 韩信大仗内 可谓是坏消息 一个接着一个 韩信思绪 转得飞快 眼下最要紧的 可是莫要 让两方势力 成何为之事 我军连番血战 人困马发 士兵检员 粮草不济 我们也难操胜权 汉王那边有消息吗 正说话间 汉王使者 便来到了大仗之中 韩信见此 阴郁的脸上 露出了笑容 刘邦的使者 那肯定得带着兵马 粮草一起来啊 更何况这次 作为使者驻战的 可是曹参 结果曹参一张嘴 那就是夜猫子报喜 没好事啊 原本是五千 但是中途遭遇 敌军袭击 我们聘力死战 才杀出重围 现在只剩下三千人 而且粮草也被截取了不少 坏消息 那真是接种可吃 可韩信大将军 当即表示 好啊 太好了 真是老太太钻备窝 给野整笑了 哈哈哈哈 在场众人 皆是一阵沉默 心说 大将军 没事吧 怕不是冲击力太强 把他心态整崩溃了 粮草不禁 兵力不足 让我们去打 像你的一支主义军 哈哈哈哈 此战若打我赢 其地就归像 我韩信的人头 归汉 韩信为什么是兵戒 纵观出道雨来 皆是应战 一路对手 更是当时的豪杰 一个小小的龙军 我韩信下一集就办了 张韩 韩信 这俩人 被世人吹嘘得 如同天神一般 那是没碰上我龙军 我就不信 那韩信 就算有鬼神之策 还能来个反败为胜吗 我龙军倒是想见识见识 哈哈 正如龙军所言 韩信还真有鬼神之策 等待着轻狂高傲的龙军 围水旁 田恒 劝解龙军 韩信 善用奇谋轨迹 况且 刘邦还能支援兵马 龙军将军 还是要小心为伤 不可能 龙军 轻狂高傲 是有理由的 围水之战前期 储君可谓 一路凯歌高走 韩信 是避而不战 咱们先来看一下 双方的兵力部署 韩信几万新兵 加上曹三送来的三千兵马 龙军 十万储国精锐 项羽的家底 百战老兵 加上田氏一族 重整旗鼓 拼凑出来的人马 此一战 从兵力和粮草上 韩信 都是处于绝对烈士上的 龙军 是项羽手下 最能打的一位将军 有些轻狂 也是自量 此刻 冠英 亲率骑兵 想趁着龙军 立地卫稳之际 发动一波奇喜 结果 白白化作了 龙军的经验书 等到冠英 回到韩信 大帐里的时候 这些个骑兵部队 已经进阶 葬送的 什么叫顶级拉扯 咱翻译一下这段话 那就是 我虽然打不过龙军 但是 我尽力了 这话说出来 可真就把韩信 叫不回了 大战还没有开始 大战还没有开始 你就杀我士气 犯下如此重罪 你还说尽力 真是混账 气得韩信 差一点就把冠英 给活劈了 所幸啊 韩大将军 还是收敛了脾气 只是叫人 拿出去 张作一把军官 多少啊 韩信 还是得看在冠英 是刘邦派过来 支援的份上 要不然 只怕是 又名正典型了 在韩信军帐内 一场小型的军事会议 韩信大将军 正准备给龙军 亲自布置一个 鬼神之策 眼下这形势 那是从兵力到粮草 天时地利人和 全面落后了属于是 那我们打不打 当然得打 接着 韩信又问了一下 纵横家快撤 现在军中粮草 能否吃到后天 得到肯定答复后 那韩信就要老太太 抹口红 给龙军点颜色瞧瞧 准备五千个杀狼 后天天明时分 发动进攻 闹 虽然快车这位纵横家 来到韩信营帐里 一直干的都是 后勤部长的活 但是 他也觉得不可思议啊 杀狼 怎么能挡住 储君的骑兵呢 然后 韩信一牛脸 问了问 被打了屁股的冠英 这位老同志 怎么样的 还趴着呢 你告诉他 我再给他一次机会 明天夜里 你一道出发 同样寂静的夜里 龙军 炳灯夜读军报 此刻 田恒匆匆走进来 眼见 咱进水扎寨 要是出了问题可杂着 虽然有鹏子远方来 不宜乐乎 但是 浩克齐鲁尔地家 你可不能坏了菜了 他劝着龙军 要小心韩信用兵 他向占用水流做文章 将军 此番 不得不防了 这有何据啊 我倒觉得 他韩信用兵 也不过如此 这是何出此言啊 韩信 若真是用兵如神 怎么会派人来 投袭我的营地 那不是明摆着 自寻此路吗 而围水上游 冠银和曹餐 正在布置 韩信的鬼神之策 这一场大水 将会彻底改变 楚汉的结局 我知道一个 好神的将军 心里是怎么想的 正如韩信所说 青黄的龙居 正在营中 擦拭着自己 风锐的宝剑 在他的眼里 韩信定会被 自己斩于马下 到时候 史书上肯定是 楚书 龙居传 居于围水 大破寒气 斩其首旗 想到此处 龙居站起身来 斩韩信首旗者 向王必有重伤 田恒 还要劝阻的时候 就听见小苏禀报 将军 韩信新帅信封 已被我们围塞了安边 传我令 让中军前帝 拖住韩信 龙居信步 闲庭地走到帐州 伤韩韩信 这俩人 被世人吹嘘得 如同天神一般 那是没碰上我龙居 言罢了 楚军大军出动 与汉军 交战正憨之际 就听见滚滚水流之声 煞世间 宛如天地聚气一般 龙居 亮强地涉水向前 他狼狈的脸上 看不到多少表情 龙居身旁 七位士卒 虽然被围水 冲得身体冰冷 却依旧死死跟随 此刻的龙居 亦是知道 自己大势已去 一场大水 淹没了西楚十万精锐 一场离剑 清洗了西楚 无数降帅 两场劫难下军 项羽 已然后继无力 马蹄声声 龙居抬眼汉军 一群骑兵 踏水而来 身后浮兵尽险 龙居展现了 平生最后的汉油 要杀出重围 接着 战马踩招陷阱 整个人倒在泥浆之中 玄机 无数剑雨落下 总揽他的一声 与项羽亲如兄弟 随其南征北战 堪称西楚第一战将 林薇寿命 亲帅精锐 与兵仙神帅一战 可终究 败在了自己的战友 轻狂上 蛇进了西楚的后地 也注定了 霸王的归宿 旧兵半楚 为半杀 从出龙居 闻信切 鸿沟天下以横分 谭笑重来 卷楚分 东汉史学家班固 曾有评论 楚一帮龙居 向王统 龙居死后 楚军无后继兵力 学会成长的项羽 该如何面对 剩下的残局 我不想和韩信打 我要和他结盟 什么 你们听好 我们真正的敌人 在广武山的那边 叫刘继 如同项羽所说 在龙居被杀后 他第一次有了无力感 十多万精锐被团灭 西楚 以再无后继之兵 而此刻被项羽 视若一声对手的刘邦 正怒不可遏 放屁 你再说一遍 你说呀 我这被围 我让他增援他不来 现在 管我要假棋王 面对韩信的使者 刘邦是把一肚子的火 进阶发了出去 给那使者吓得 跪在地上 一声不敢吃 张良一看 赶紧踩了刘邦一脚 你猜我干嘛 心说 大王 你可别上头啊 这一脚 可算是让刘邦心里开了窗 明白了 要什么假棋王啊 韩信 是个大功臣 给 我也得给他个真王 然后 刘邦站起来 韩大将军是谁呀 替我平定诸侯 打赢了齐国 斩杀了龙居 我就得重重的犒赏他呀 他怎么指着我要假棋王啊 要疯就给他真的 这才刚刚是迅猛 后面 刘邦才展现了 他高超的帝王术 他让韩信使者 带个话回去 只要是大将军说的要求 都满足 这使者 才堪堪喘了一口气 赶紧说 谢谢大王 而仗中 张良和陈平对视一眼 方放下心来 等抽了仗 刘邦向张良问道 我刚才是不是有些失态啊 张良心说了 你哥这跟我 揣着明白装糊涂 张良打了个马虎眼 就听见刘邦的声音 他什么意思 我不给他 他就不来吗 张良此刻 心里跟明镜似的 刘邦的心性 哪怕眼下不料理韩信 只怕一对素果银庄的骑兵 穿越了西楚的迎战 将龙居的死郡和遗体 带给了项羽 此战失利 损兵有遮将 往后啊 项羽的话说了半截 连年的征战下来 西楚老兵 所胜无几 早些年项羽的战略 一言盖之 就是只攻城不守地 虽是攻无不胜 但是却未取了寸地 换个通俗的说法 诶 我打了 但是和没打一样 钟离妹深知项羽的性格 赶紧开口 替项羽说话 这是龙居的过错 好生把他安葬 照顾好他的家乡 他是我们的好兄弟 出乎意料的是 项羽这番并没有发脾气 还做了安抚人心的工作 而余子柒 直接请命 要再跟韩信打一轮 连钟离妹都说 前线阵地 我来镇守 大王跟余子柒 放心去北伐韩信 项羽终是有了成长 少了范增这座大山 替他遮风挡雨 在现有的压力下 他也学会了 换一种角度思考问题 但我不想和韩信打 我要和他结盟 跟韩信结盟 有何不可 大哥 这可不像是从前的你啊 此刻的项羽 眼眶里满是精盈 脑海里 全是故去私人的模样 可谓是 亚夫去世 你方知 见眼逆耳 晚了呀 亚夫以前常说 战争 能使人变成鬼 我原本不以为一 但现在我明白了 眼见项羽 有了结盟韩信的心思 钟离妹方才说 我认识个人 名为武社 跟韩信是老乡 我可以找他 让他帮我们 占据其地的韩信 对天下大事 有多大影响 连西楚霸王 都要低下头 派出使者 与其联盟 将军之所以能够 保留性命到今天 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因为有相王在 汉王才不敢杀你 西楚使者武社的话 说的真切 韩信一步步的凑了过来 武社的话 继而慢慢递进 将军现在占有一个重要位置 在留相之间 亲谁输谁的主动权 掌握在将军手里 而武社 未说完的话 借由太史公司马迁来说 那便是 信 与汉汉众 归处楚安 文言 韩信露出了笑容 此刻的韩信 占据了多大的主动权 近 可助汉兴楚 退 可天下三分 你的意思我听明白 我派人先送你回去 还望将军三思 韩信对天下大师的理解 自然不够清晰 还得靠着宽彻 给他分析 作为一个纵横家 宽彻 好不容易触发了史诗任务 楚汉相争 三分天下 怎么能就此放过 他是赶紧劝说了起来 当今天下 明摆着一个事实 是刘相的命运 完全觊于将军 你一人之手 将军 不如摆脱楚汉之外 与他们顶足而立 幕下老兵都被刘邦带走了 新兵都是刚招募的 将领可以扶持 坐看天下 云卷云书 驱虎吞狼 这是个蚊虫 在我耳朵边 嗡嗡嗡嗡嗡嗡 怀彻眼见寒信 就是不上道 索性 把话就说绝了 将军征战天下 所向披靡 你去投靠楚 楚不信你 你投靠汉王 汉王怕你 我真不知道 你的归宿何在 我为汉王立下如此战功 即便他不再相信我 总不至于加害于我吧 吐死狗疯 韩信听闻此言 惊得拔剑 驾到了宽彻的脖颈上 我决不会做 背弃汉王的事情 而宽彻也顿感 深深的失望 他知道 在秦末封烟散尽后 天下已不会再有 纵横家驰骋七国的画面 从此 纵横家将绝迹于历史 只余下策论八十一 真不知道是我疯了 还是你疯了 关 湘羽 你这个畜生 我们是兄弟对吗 既然是兄弟 那我的爹 就是你的爹 你要辱吗 好 辱好以后 记着 分我一杯弓 项羽有多难 搬出刘太公 却被刘邦嘲讽 只因为后继无力 力求决战 且说龙居战外后 于子柒 又给项羽带来了 一个坏消息 前横自龙居兵败之后 怕你降罪于他 便跑去与彭月勾紧 更重要的是 他抢劫了我军的军粮 听闻此言 项羽赶紧问了一下 军粮的损失 惊的是项羽 直接站了起来 但压抑着自己的怒呼 一旁的于子柒 也怕霸王 做出昏溃的决断 在二旁劝导 大哥 咱就是大军开拔 去打彭月 彭月也能跑到棋地去 一旦去棋地 就意味着 要跟韩信开战 何况 咱们要动身的话 刘邦肯定会 显尾而至啊 分兵伐旗 又是两线作战 不行 这不明智 眼下的局势 对项羽来说 已经没有了从容不迫 跟刘邦 对峙于广武山 几乎是动弹不得 而刘邦又拥有韩信 开辟第二战场 可以说 完全能实现分割包围 而项羽 只能用两种方法解决 要么送胜 一战击溃刘邦 要么纵横 联合天下诸侯 以求喘息之期 项羽颓然地 坐在羽子上 身旁 连一个像样的谋士都没有 假使范增亚 负此刻在 我安能如此 还为其项羽 多做感叹 于子齐就说 咱们的粮草 只能支撑一个月 现在的问题是 军中的士族们 都知道军粮被抢劫的消息 事情很低落 摆在霸王面前的问题 格外严峻 到底该怎么办 盼王能用利益的方式 去收买彭月 为何我军不能 你想说什么 我还没到这种地步 此刻的项羽 眼睛里流露着泪光 高傲的 即使是知道 于子齐说的是对的 可仍旧不愿意 放下霸王的傲气 胜负 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 可是现在我军 战又不能战 退又不能退 大哥你说应该怎么办 文廷此言的项羽 一时雨塞 他想到这个问题 一直想到天黑 都没有结果 将士们的士气如何 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 给将士们减少口粮了 现在右军怨声载道 秦峰那儿就更糟糕了 他已经连人 斩了好几个扰轮 军心的十丈 文廷此言的项羽 保持着镇定 作为将帅 他深知 自己的战无不胜 那是一面旗帜 自己绝不能倒下 我们哄得了他们一时 哄不了他们一时了 我怕刘邦再不出来的话 我们就没有办法 事实 汉兵胜十多 项王兵霸十绝 项羽本记上 寥寥数语 倒进了项羽 此刻的窘迫 从外皇求粮归来的 于子期 也没能给项羽 带来好的消息 带回粮食了吧 一千蛋一颗解 燃眉之急 粮食一蛋也没有啊 外皇被彭越 洗劫一空 更为糟糕的是 彭越把持了项羽的粮道 项羽转过身去 他看破了刘邦的用意 他想把我们耗死在这儿 如何解决困境 成了整个楚营的问题 于子期正和一群谋士 争论办法的时候 你们这群笨蛋 这些谋士 多半写写文章可以 真到了出主意的时候 却一个好办法没有 一筹莫展之际 项羽走了出来 吏声喝道 不要争了 明日一早 家事后大姑 把火烧忘 刘邦再不出战 把他老子给碰了 于子期 悲气了眼神 似乎在说 若是亚夫在 安能如此 营装素果的骑兵 在项羽的带领下 离开了储君大营 而刘老太公 被绑得结结实实 勾搂着身子 走向了油锅 这个老大爷 前半辈子安心务农 后半辈子颠沛流利 眼看没过几天舒坦日子 就要被人绑着 给火煮了 此刻 项羽脸上带着怒肉 一旁的项波 赶紧开始劝收上了 一在下之间 碰了老太公 可不太好啊 这样 我以后还怎么去 汉营那边结公钱 项羽也没理他 自顾自的夺步 而汉营内 系着红袍的刘邦 带着亲信嫡系 着急的赶往前线 刚到前沿阵地 就那么一看 好家伙 自己的老爹 正有一脸感慨的 站在油锅前面 感慨着 再过一会儿 这位大厨小当家 会如何料理他这个老大爷 就是可惜 秦汉时期还没有自然 可能会缺少了些灵魂 深深的鸿沟 阻隔了楚汉 高抬油锅 孤独王权 阻隔了亲情如水 他爹活烹了的场景 刘邦咬指项羽 诞生了历史千古的名场面 红袍如流云 刘邦转身纵马离去 以起何逞 只留下了储君将士 在那里大眼瞪小眼 可眼下 既然百开了阵势 这人咱还烹不烹了 那咱们相伯 就有话说 大王 万万不可呀 向伯将军 都什么时候了 没有退路了 你懂什么 大王 大王 咱向伯到底说了啥呢 天下世未可知 且为天下者不顾家 虽杀无益 这啥意思呢 刘邦这老小子 亲爹碰了都不在乎 你碰了也没啥用了 当然了 众所周知 向伯是一个人 领两份工资 这番话 也纯粹是 碳酸饮料冲厕所 一箱百事了 项羽走上高台 看着刘太公 没成想啊 刘太公 倒是很有骨气 项羽亲自给刘太公 解开了绑声 接着纵马归营 他回望着对面的汉营 全然 已经没了巨路之战 霸王的豪气 唯独剩下一张 写满了疲倦的脸 而汉营 火红的刘云 也返回了营寨之中 刘邦 颓然的翻身下马 亮亮腔腔的进入了王帐 不多时 王帐中 响起了刘邦的 嚎啕大哭 众将眼巴巴的看着 没人敢进去劝阻 项羽 真的会把刘太公 砰了吗 其实 对于刘邦来说 砰与不砰 他都不会出战 眼前局势 对于他来说 只要耗着 他就能把项羽耗死 而对于项羽来说 只能一个人 躲在王帐里 苦苦的喝着闷酒 战不得战 退不得退 可以说 缺冰少量的项羽 已经快末路穷途 即便是鱼姬在旁 霸王也开心不起来 他连夜修书一封 送到了汉营 他说什么 这上面说 让我们依据 楚人的尚武精神 单独对决 一定胜负 兄弟啊 你这剑法不行啊 没射着我 你知道 你射我哪了吗 射我的后脚跟上了 回去 给爷 好好练练剑法 再跟我斗 天茜鸿沟 霸王张弓 却终绕了一场空 反成就了刘邦的 王者风范 且说 自从广武山对峙后 西楚军 数月不得寸击 再这样下去 还没等决战 全军就要溃散 于是 项羽给刘邦 修书一封 约他 王对王 将对将 来一场 一对一单挑 接着 卢婉赶紧说道 就一番说辞 直接给刘邦整不讳了 就你这脑子 以后军机大事 甭发眼了 替我去匈奴 养马得了 你的意思是说 让我提借 跟他拼命去是吗 刘邦 此刻的眼神 恨不得扒开 卢婉的脑壳 看看他到底在想些事 结果 卢婉毫不客气地承认了 对呀大王 咱跟他打一架 你得让他知道 咱配线 坑巴斯的含金量 我打得过他吗 你这是故意吗 你这是让我送死去吗 你明明知道 我打不过他 你让我跟他去拼命 给刘邦气的呀 抱着膀子 好一阵无语 然后一想 输人不能输阵呢 总不能跟全军上下说 自己武大郎 卖豆腐 人怂或软嘛 其实啊 我一点都不怕的 这话说完 张良 直接翻了个白眼 心说 大王 你可别 别猪鼻子杀葱 装相吗 怕不怕 你心里没数吗 前几天 他说要碰了我爹 他敢吗 他没这个胆子 我站在他面前 我是他兄弟 我让他杀了我 他敢吗 不要照样不敢 这个人是妇人之人 我不计较他 等装够了 刘邦寻思 咱也回一封信吧 就让张子芳亲自周到 告诉他 说我刘继 不跟他斗友 我跟他斗友 一匹快马冲进楚英 信就到了项羽手中 大哥 果然不出你所料 他们真的不敢来应战 对一般人来说 这有点怂 但对项羽来说 试问天下 谁能跟他斗友 项羽看完了信 问了于子齐一个问题 风往哪边吹 应该是往汉的方向吹 于子齐不明白 项羽只说 再阅一死刘邦 所有重要的事情和他谈 摆出和谈的阵势 他一定出来 我跟他谈个屁 项羽要和谈的消息 传到了刘邦这 一听这话 刘邦先是拒绝 然后是按照老刘家的老船头 拉着张良就跑 原来刘邦是想直接打一顿嘴炮 让张良捉刀带笔一番 项羽小儿 你不是力大能扛顶吗 你这个双脚陷在泥潭里 滋味如何呀 关在笼子里的老虎 不如一只老鼠 我就不跟你 我喷死你 吼死你 急死你 这一番老沛羽言论 直接给张良整不会了 心说 这玩意翻译成文言文 你让剧院来都不好整 血啊 我汉军粮草中毒 我耗得起 你耗得起吗 我是气死你 这一封信下去 都有点让张良怀疑人生了 刘邦也没回答 他接到了信 笑着跑出去 他无比期待 一向自诩高傲的 丑霸王项羽 收到这一封 满篇皆是儒雅 随和言论的信 脸上的表情 会是什么样子 再丑用的项羽 却镇定一场 只是自顾自的 擦着一把大功 前来汇报的余子期 只听见项羽喃喃着 快结束了 他们很快 就有粮食可以吃了 我有一点不明白 刘忌那个连老子和儿子 都不管的小人 还有什么可跟他谈的 而项羽眼神里 流露着无穷的杀气 说得对 跟他没什么好谈的 他项羽 攻马天下无双 今日一计 要倾赴天下 一道天谦 西楚将士 摆开阵势 刘邦会不会来 项羽心里面 也没底 接着 汉营营门打开 刘邦系着红袍 身后张仁等亲信 左右随行 遥想当年 一转眼 已经物是人非 丑汉对质的局面 到现在 刘邦有多大的优势 足够让刘邦 鼓起勇气 隔岸尽情的嘲讽项羽 听说 你要跟我谈谈 我跟你谈个屁 刘邦的话 近险嚣张 项羽 力求速胜 却只能听着 可谓是死一时比一时 接着 刘邦看了一眼周围 一位小族举手 表示 自己就是在世后裔 人称 小养游击 刘邦一看 行 就你了 接着 这位小养游击 直接把写满儒雅随和的信 射了出去 项羽 亲自拾起了剑 看着满指的荒唐嘲讽 却没有流露出 一丝一毫的暴怒 这会儿的刘邦 可谓是得意到了极点 被项羽压了这么多年的怨气 一股脑的发泄了出来 看明白 就不用回信了 跟楚军压抑的氛围不一样 在刘邦的嘲讽下 汉军的将士 可是分外开心得意啊 刘邦 得了便宜还卖乖 还在接在地 而项羽此刻 单手持起大功 耳旁刘邦的话 依旧刺耳 在汉军开怀的大笑之中 项羽弯弓 可谓是 弯弓当弯强 用剑当用长 射人先射马 秦贼当秦王 这一剑 犹如流星一般 划破长弓 直接插在刘邦的胸膛上 整个汉军 一下失了方寸 仲将无比担心的 看着刘邦 可刘邦 却是一把折断了剑杆 刘邦强撑着爬起来 继续对着项羽嘲讽 这话说完 项羽一挥不可知心 而刘邦 大手一挥 上马回迎 看着刘邦远去的画面 项羽只能兴兴地说 刘邦强撑着自己的身子 他知道 这一场王与王的见面 自己已经在语言上 占据了上方 只要自己中间的消息 不传播开 那对士气 是个极大提升 而对储君 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他入王帐前 强大精神回头 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煞事间 整个汉营 响起了一个声音 接着 进入王帐后 刘邦一个两枪 摔在了地上 一时间 汉营大乱 亏了张良 当即立断 直接拆遣都完 去请萧和主事 而项羽 身之一箭不咒 恐再有如此良机天赐 故而就萌生了求和 回鹏城休养了心思 这就引出了 一道鸿沟 分割 楚和汉界 一场该下 四面 唱其楚歌 一条鸿沟 将划分 楚和汉界 这便是 历史上著名的 鸿沟义和 可项羽 真的能带领大军 返回朝思暮想的 彭城吗 且说刘邦重剑后 切断项羽 梁道的彭月 却有了异动 一旁 投奔彭月的田衡 一脸的困惑 咱们把持着两岛 项羽 很快就要饿死了 咋还跑了呢 彭月何其敏锐 他直言说道 前几日 据县报说 萧和秘密前往前线 作为汉王的后勤部长 萧和是不会轻易动的 看来 广武山一定出了易动 咱们趁着易动之前 去往梁帝得利 才是最幽谨 这人都说 将军你如狡兔一番 如今 我方才知晓啊 而随着彭月的动作 久吃不到梁市的西楚大军 才有了一丝喘息的机会 等到于子柒 来汇报工作的时候 项羽 也是一头的问号 彭月退回梁帝 让出于县之外皇 这么重要的梁道 他到底在想什么 耳旁没有响起 一位老者的声音 只有忌部 轻狂的表示 一定是那小子 怕大王日后 找到算账 下报数党了 这般说辞 项羽怎么可能相信 毕竟 把持两岛 相当于 扼住了项羽的脖子 这么重要的战略位置 不可能让出 项羽沉言了许久 就听见 钟离妹的声音 在耳旁炸响 我恳请 对汉军发起将功 一探军事 谁出了变动 会导致彭月移动 无疑 便只有 伤情不明的汉王刘邦 可眼下 储君士气低迷 即便有了一些粮草 依旧改变不了 缺粮的事实 一个念头 不断地在项羽心中涌起 不 等我命令 事业 战后震天 钟离妹忤逆了项羽 私自试探汉英 可项羽都能想到 谋圣张良 又岂能不会不防 东将军 土军气数武尽 你是大将之才 应该被汉王笑容 赶快飞翔吧 汉王已经在英中 白酒相待 眼见张良 是从容不破 钟离妹 是只能且战且走 堪堪杀出了重围 内外交困的西楚阵营 又一次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钟离妹自负到项羽面前 吏声大吼 我就是想杀了刘邦 我想替你复仇 我想替你出了心头之患 眼见此情此己 一诺千斤的技步 赶紧开口 现在 两军队止 寒冬将至 众将士们 都期盼着早日结束这场战争 所以 墨将爷恳请大王 手下了解 连年的征战 和局势的严峻 让这位年轻的霸王 情绪失控了 我们已经死了那么多兄弟 而你现在还要死在我面前吗 钟离妹 此刻内心大受感动 项王变了 可变得未免有些太晚了 你下去之伤 好生休养吧 接着 钟离妹还要引兵再战 却搏一搏天命 却听见项羽 在耳旁立声的怒吼 传我奖励 任何人不准擅自出战 为令者 斩 此刻的项羽 是失去作战的勇气了吗 并不是 一方面 使他考虑的问题 汉营调度井井有条 不似军心大乱的样子 他吃定了 沛县老流氓 一定还活着 过而不愿意 让将士们白白牺牲 更何况 断梁断衣的西楚大军 迫切的需要回补 而项羽 万万没想到 刘邦的生命 已如风中残竹 眨眼可灭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只是拔箭头这件事 就让汉营豪杰 做不出决断 亏了搏击果断 这个时候了 顾不了这么多了 转身入仗 不多时 在一众汉出豪杰的交集中 搏击款款而出 剪醋已经拔出来了 但还得休养几日 接着 作为一代龙母 搏击的手腕和城府 何曾落后 未来的汉高后 几位大人 这几日都辛苦了 赶紧回去休息吧 一番话 舒舒服服 行云流水 安抚了人心后 才继续去照顾刘邦 搏击 谢谢你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随着刘邦的悠悠转起 项羽这个 公无不胜的霸王 也低下了 自己高傲的头颅 跟刘邦议和 也正式提上了议程 出乎意料的 这一次刘邦也同意了 于是 两军交接 萧和和向博 作为代表 展开了和谈 以洪沟为建 洪沟以西 为汉 洪沟以东为楚 从此平分天下 可谓是 相持未定各为军 秦政山河 此地分 楚汉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 史称洪沟一和 双方都宣誓 绝不背弃誓言 同时 项羽交出了刘邦的家卷 展开了撤军行动 对于项羽来说 那是喘了一大口气 他是着急回到彭城 重整兵力 休养生息 然而 众所周知 他刘邦同志 向来就不讲武德 如同牟圣张良所说 此刻的西楚大军 疲倦不堪 在忍气挨饿许久后 还能剩下几分战斗力 难道 真的要放项羽回彭城吗 此所谓 养护 自宜换野 于是乎 公元前203年 刘邦 单方面撕毁了 楚汉互不侵犯协议 等到楚军 撤退到杨夏附近 仰精蓄烈已久的汉军 悍然发动了袭击 而这一场战役 则是彻底让刘邦冷静了下来 杨夏一战 项羽身先士卒 宛如一柄利剑 穿刺到了汉军阵营当中 随行骑兵 无意不是久战之事 这一冲锋 汉军就坏了菜了 根本打不过呀 刚一接触 中军就溃败了 这战斗力 连经历过蓬城的刘邦 都理解不了 这咋说呢 楚军三天饿久顿 中层军官体系 被离剑技搞崩溃了 阵前屡刺三番 被刘邦讽刺的士气低迷 反观汉军呢 大鱼大肉 好好吃喝了几天 攒足了劲 就为了今天 好家伙 结果项羽带着骑兵 冲锋陷阵 直接就给打回原形了 声声逼迫刘邦 一路撤退 赶紧问韩信呢 韩信呢 快来救一下 救一下呀 属于是差一点 又把刘邦的心理阴影 给打出来 阳下城内 刘邦又是建筑壁垒 哥们接着守着了黑 到现在这两个家伙 一点动静都没有 萧和说的这两个家伙 自然是彭越和韩信 刘邦缓缓起身 这账咱们还得打 而项羽此刻是孤主一致 他在赌 赌自己跟上天的争斗 此处不是鸿沟 没有天窃 权力工程下 刘邦坚持不了多久 彭越韩信 他没有动静吗 于子曦赶紧回答 据目前情报 他们还没有动身 这一次 我绝不让刘邦活着离开 而霸王的这一次坚持 将会看到诸侯会盟 四面丑戈 力拔山西的项羽 最终走向了 他的宿命之地 该下 杨下之战 可谓是倾尽了项羽最后的心力 可仍旧是没抓到刘邦 但刘邦也着急呀 这项羽跟个人形坦克似的 一般人还真不容易打得过的 这可真就是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刘邦细细一问 彭越是直抄项羽后路 朝着项羽老家彭城去 萧大人就有一点苦涩了 本来在关中好好待着 过来主持大局 好家伙 回不去了 这算不算是亲临战阵了 来了就来了 还得跟刘邦嘱咐两句 一个彭越步行 挡不住项羽 这意思就是 打项羽还得找韩信呢 结果刘邦探查不到的消息 项羽却是探查到了 大王不好了 我军都变 出现了韩信的大军 听闻纪布带来的消息 项羽那是脑子嗡的一下 所幸他失态也仅仅是一失 玄机他问道 韩信的大军离我们还有多远 纪布说出了 天黑前便能赶到 项羽重整精神 便想再来一次斩首行动 只要我们把刘邦 从城西的高地上赶下来 韩军一旦后退 我们率军也杀 选急 一千名骑射好手就出发了 鲁迅曾经说过 人间的悲喜并不相通 韩信率领大军前来的消息 那对于刘邦来说 简直就是牛顿的苹果树 来得巧啊 于是为了拖延时间 刘邦是大大方方的 站在了阵地前 这话说完 刘邦直接开心地坐在了战阵前 好家伙 我楚霸王血气方刚 能忍你这个 直接张弓搭线 煞时间 剑语如咒 把刘邦给吓回去 怒不可遏的霸王耳旁 响彻着一个个声音 大哥 快撤吧 大王 大王 项羽压抑着自己的怒火 心思再不撤 确实就真走不了了 向南边撤退 刹时间 征战天下 历尽沙场的楚军 开始撤退 而大军转进之间 一个人却留了下来 发出了如此感叹 非是我项波 背弃向家 事业 项羽转进该下 项波带来一众项氏族人 投降了刘邦 凛冽的风 吹拂着龟途上的楚军 这是一条 没有尽头的龟乡之路 项羽 看着一对对士族 凿兵止渴 心声不忍 面对无数双 看着自己的眼睛 项羽必须要做出表率 还没等项羽开口说话 继续直接就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大王 有多凉了 可谓是 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项羽憋了半天 酝酿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弟兄们 再撑着点 只要到了捧场 一定让你们吃个饱 把肚子都撑爆 俗话说得好啊 当一个人惨淡之时 那简直就是 八山出水凄凉地 乌漏偏逢连夜雨了 骑兵大王 韩信三十万人马 已经南下 彭域的人马 也突然出现在我们的周围 韩信和彭域的先锋 已经包围了彭城 此情此景 项羽也用不着埋怨刘邦 背弃蒙曰 欢红大量的行径 他问了一句 赤猴多少人 大约四十万 光是刘邦的人马 就有十余万 恐怕还得增加 项羽转过身 迎着风雪 他一生夸下无数次海口 三百人血斩东郡 几万人大破巨路 三万人马踏捧城 可他知道 眼下情况 是古今罕有的死局 大王 那下一步 该如何打算 今天的项羽 要迎着穿越亘古的风 立下一个大大的豪言 在十万西楚老兵的耳旁 那位如同战神一般的霸王的声音 犹如惊雷 劈开了历史的混沌 将把他们连同该下这个名字 一起写入千年的史册 此地何名 该下 该下 史书将记载 项羽于该下 十万敌六十万 大级 而让我们先看一下 此刻项羽所要面对的对手 国事无双 兵先神帅 齐王韩信 一耳应应 风从彪悍的梁王彭月 秦国黑帮教父 西楚金牌打手 九江王 鹰部 西楚霸王项羽的骨梗之臣 西楚全军大司王 周英 奋三尺间 取乌合之众 既大义统治格局的 汉之高子鲁邦 再加上 先前投降的项博等人 当顾问参谋 可谓是 秦末全明星阵中 此刻的项羽 仅有十余万老兵 虽然旗下大将 钟离妹 继部 余子柒在侧 但这场注定了 结局的宿命对决 最终把霸王 引向了该下 而贵为齐王的韩信 也将迎来一生中 最风光的时刻 成了齐王的韩信 气度上 也逐渐不一样了 饮了一口酒 耳旁赤猴就来报告了 启禀将军 此战汉王令 挥下所有人马 全部交与将军 统一调度指挥 谢汉王 好安 必不如兵 接着 韩信就骑着一匹枣红马 冲进了刘邦的军营 一下马 韩信就大喊着 刘邦仿佛早就排练好了一般 快步迎接 手挽着韩信 嘴上说着 哎呀 你来得太好 接着 刘邦为了让韩信放心 那是信誓旦旦的保证 从今以后 我们富贵与共 同向天下 然后才说 这一仗对于咱们来说 至关重要 这意思就是 答应了 天下都是咱们哥几个的 打输了 那就啥也没了 然后 勾着韩信的膀子 一起进了大仗 原来的一军一臣 现在已经一个是汉王 一个是齐王 当初那份君臣雨水的画面 现在看来 却是如此的刺眼 而项羽那边 则是多有大将叛逃 一时间可谓是卑卑气气 千金一诺的忌步 咬着牙 想要把这些叛徒 追回一个个砍了 一想爱好 旁人屠城的项羽 此刻 却收敛了几分暴虐 算了 给他们一条活路 霸王 强打着精神 故作振奋地鼓舞着人心 当初我们有多少人 三百 三百人就把江山拿下 我用你们就够了 刘邦的六十万人算什么 还抵不过你们一半呢 快去做准备 欢迎刘邦吧 这话换其他人说 多少有些离谱 可由霸王说出 却是有安抚人心的力量 中将走后 项羽颓然地坐在沙盘上 鱼姬毕竟是跟项王 负距离交流过的人 自然能够体会他的心境 等这一仗打完 我要多加安抚 好好善待 百姓们 再也不打仗了 等打完这场仗 我天天陪着你 这一仗的结果如何 一向自喜无敌的项羽 第一次出现了迷茫 而这一天 韩信走上了人生 真正的巅峰 小楚大军 随心回事 席致一律改为 大汉齐 惊奇飘飘 几路联军部中 敬候着这位年轻人的命令 傅政带叫我齐王 叫我韩信大将军 啥时间 整个军营 充斥着一个人的名字 韩信 公元前202年 该下之战爆发 韩信指挥60万联军 对决项羽 十万西宠军 这天我等了太久时间了 项羽仗下受气 被嘲笑的直几郎 如今一跃成了大将军 当然要跟他硬碰硬的决战 不是我死 就是他亡 在如今 安徽省邦布市 顾镇县改下 绵延数百里的土地上 一张无形大王 罔住了曾经的霸王项羽 虽然嘴上说硬碰硬 但是 韩信仍旧是谨慎的带着 三倍于项羽的兵力 跟他展开了第一次正面交锋 这也是秦莫律史上 最强的两位将帅 第一次正面对决 作为曾经的直几郎 韩信深知 项羽利用骑兵正面突破的作战兵法 以项羽亲为亲兵为剑 划破敌阵 强行冲散敌阵 击溃士气 而韩信也无愧是兵先神帅 开辟五军之阵 静候着霸王自投落王 他亲帅三十万为中军 正面对抗项羽 属于是高敌两人碰一碰 孔熙 帅一军为左 陈鹤帅一军为右 刘邦 亲帅一军为后军 估摸着 属于是监军了 而周伯则领一军 为后军随时侧应 更有九江王鹰部和梁王鹏月 两部兵马在该下外围 以防项羽强行突围 布置归布置 该鹰鹏鹰 还得鹰鹏鹰 韩信亲帅三十万大军 一股脑的就撞上了项羽的大军 此战 项羽身先士卒 如同巨鹿一般 给韩信的战阵撕裂开了一道缺口 咱们简要来说一下项羽的战法 亲帅骑兵为中军 撕裂缺口 冲划敌阵后 左右分割包围 后军步兵完成收割 通俗点说 那就是没有技巧 全靠鹰鹏 而在史书上 这场出狱 结果如何呢 怀音先和 不利 却 史书上寥寥几笔 却难掩韩信三十万中军 被项羽生生给鹏川的结局 可韩信一开始 也预料到了这样的战况 毕竟三十万打十万 能打鹰最好 打不过韩信也不慌 作为一代兵先神帅 要给这场该下之战 书写上最璀璨的一笔 等项羽骑兵跟步兵脱节 武军阵的威力 就显现了出来 一层一层的包围 将项羽的部队 逐渐切割成了小部队 无法集中成箭头出锋 任凭项羽横冲直撞 也无法突破 武军阵的层层包围 而最为严重的是 本来退去的韩信中军 也调转兵风 又给了项羽狠狠的一击 使得本就崩溃的战局 雪上加霜 这一场韩信 和项羽的初次对决 便是项羽在武军阵中 支撑不住 大败 率军撤回该下 营垒内固守 死守不出 一天一夜的敖战 项羽的脸上涂满了血污 他早已分不清 是敌人的血 还是自己的血 于其 焦急的从王帐走出 这一对乱世眷驴 四目相对 一切尽在不严重 喜庆至难的项羽 来到伤兵营的时候 储君的伤兵 已是哀红遍野 老兵 慢慢地失去了意识 项羽红着眼眶 这个孤傲的霸王 还未来得及多感叹 韩信 就连番带人偷袭迎战 无数的箭语之中 项羽抽出迎战 可谓是天神下凡 反手就砍翻了好几个汉族 此番的项羽 无愧为古往今来 华夏历史上战斗力第一的男人 能在绝境之中 凭借勇武提升士气 各位 古今寒有 此番夜战持续到了白昼 我军虽然击退了汉军的偷袭 可是损失很惨重 于子柒的话刚落下 周黎妹接着 又来给项羽送坏消息了 当一个人倒霉的时候 坏消息总是如期而至的数个人 我们的战马和粮食损失惨重啊 一整晚没睡的项羽 脑子嗡嗡的 恨不得 赶紧把范增从土坑里挖出来 问问该咋办 可终究人死不能复生 他也得被动学会成长 将士们 还望刘邦 背信弃义 用奸诈的手段 获取了暂时性的胜利 但此无道之人 必然会有他覆灭的一日 我项羽发誓 只要有我在此 绝对不会让汉军得逞 我们一定能够杀出去 杀出去 杀出去 在西楚最高领导 项羽同志的号召下 西楚上下爆发了空前的团结 杀出去的口号 就是秦末乱世的新格局 打开了该下求生的新思路 但是 楚军那边喊口号 汉军那边 也彻夜雷鼓住心 韩信 让将士们彻夜高喊着 整天的吼叫 击溃了楚军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 接着韩信那就是再接再厉 他找来的军营中会唱楚国歌谣的士族 这天夜里军营外没有出现熟悉的击谷喊沙 反倒飘荡起了悲弃的楚歌旋律 这些故乡的小曲儿让楚军将士们哭泣不已 以至于项羽都发醋了 汉皆得楚地虎 适合楚人之多也 楚歌声声 卑卑气气 当四面的楚歌唱响 霸王也最终走向了结局 可能有人会好奇 为什么一只简单的楚歌 就能让整个西楚大军 人心浮动 抛开问题看本质 眼下的大军 跟着项羽混三天恶酒顿 完全是靠着回家的信念支撑着 耳旁 那就是香音绵绵 怎么可能不人心浮动 所谓千里观山 风雨他乡 香音愿以闻 家酒我愿长 何况本身呢 汉军的主要构成 也有不少的楚人 眼下霸王什么情况 兵无粮 马无草 内无军师辅佐 外无援兵相救 营仗中的鱼姬 似乎预料到了项羽的结局 如果这是最后一夜 让我陪你 两个人是相拥而弃 接着项羽打晕了鱼姬 他把鱼姬交给了他的哥哥 鱼子七 我们现在的情况 你比谁都了解 我项羽这条命已经不重要 我现在唯一的心愿 就是希望鱼姬 让我好好地活下去 鱼子七文言 泪涌出了眼眶 他何尝不知道眼下的情况 把鱼姬带走 宣吉 在项羽的突围掩护下 鱼子七 亲率一股小部队 突出了重围 广是这突围 就整整一夜 鱼姬 不愿意接受这个结果 骑上马就要回去 当然了 他们也没办法突围出去 很快 汉军的士卒就出现了 如羽的箭矢 射在盾牌上 等鱼姬掀开营帐 回到项羽身边的时候 昔日的霸王 已经疲倦不已 这一对乱世眷驴 也踏入了最终的宿命 从巨鹿一战 天下莫敢仰视的上将军 到盖下 闻丑歌四面的西丑霸王 项羽最终走向了盖下 这个他命中的应许之地 一去盖下去 上演霸王别姬 乌江畔 项羽也终究要迎接 他的结局 公元前202年 战古蕾的镇天下 霸王回过谋 帐内皆是九岁霸王 征战多载的老将古旧 我们已被团团围住 粮草野将耗尽 再这样拖延下去 不用等汉军杀戒了 我们就要饿死在这儿 项羽花音落下 这些将士声音 便回荡在帐中 军队老王回 军队老王回 经过多年魔力的项羽 已然不是曾经模样 他让众将起身 众将何不清楚 眼下的局面 霸王的故事 将会在该下 走上完结 然而项羽此刻 仍旧是不愿意低头 项羽的一番话 说得好气甘云 总结来说便是 弟兄们 和你们并肩作战 是我项羽 这一生的骄傲 接着 营帐内充斥着 誓死不详的话语 众将走后 只有鱼姬一个人 在给项羽擦拭脸上的血污 天快亮了 为我舞异去吧 鱼姬流着眼泪 献上了一声中 最凄美的舞蹈 一凭一动 皆是充斥着悲凉 项羽 看着鱼姬的舞蹈 不仅感叹起了自己的一声 而随着项羽的该下歌 鱼姬和声作诗道 汉兵已掠地 四面楚和声 大王意气尽 见窃和了声 鱼姬和了一歌后 便自吻在帐中 鱼下项羽 莫然地哭泣 史书上有记载 项羽气数航下 左右接起 莫能仰视 一样的莫能仰视 对比巨鹿之战 天下诸侯的 无不欺行而前 莫敢仰视 多么荒凉 而一出霸王别姬 也引得多少文人骚客 清净韧华 只可惜人间的悲喜 向来不会相通 此刻的韩羽 理解不了项羽的心情 贵为其王的韩羽 只有一个念头 打败项羽 这两颗 如同彗星般闪耀的将星 在该下 注定有一颗要坠落 傻事间 汉军十面埋伏尽出 霸王折起 就在今日 霸王别姬后 项羽亲帅八百七 突出重围 等到汉军追上来的时候 项羽身边 仅剩下不到二十多起 当然了 项羽在民间的民生 着实是太差了 他行到阴灵的时候 迷了路 碰到一位老伯 便上前去打听 老伯一看 好家伙 你就是图成筷子手 属于是百事可乐出厕所 遗乡百事了 当时就给他 指了个相反的方向 这就导致 项羽只剩下了 二十八起跟在身边 都到这一步了 一般人差不多 都该怂了 七出八邦 那是迎着该下的风雪 对着左右二十八起 说出了 让历史都惊记了言论 无起兵至今 八岁已 身七十余战 所当者破 所及者福 未尝败被 这一段原话说完 太过冗昌 其实总结来说 就是天要亡我 不是我打不过 接着 项羽将手下骑兵 分为四队 当着汉军的面 冲入了敌阵 真如同项羽所说 斩将夺旗 是一气呵成 当然啊 项羽这么勇猛 近距离坐着 VIP观战席的 沛县老流氓 也是十分开心的 这次项羽的打人 要追寡人了吧 一路追随的萧和大人 也是自觉优势很大 大王所言即逝 项羽集合后 身边骑兵 只是损失了两人 斩杀汉军骑兵 数十百人 接着 项羽又领着这些人 冲入战争 真没把冠英 这几千人放在眼里了 可谓是 羽之神勇 千古无二 在冲杀出重围后 他逃到了吴江边上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 载着鱼姬的竹筏 就出现了 可能项羽 在冲军阵的时候 安排两个士族 背着鱼姬的尸体 这才能让鱼姬 顺着江流飘下 此刻 满身血污的项羽 也已经知道 他即将迎来 人生的最后一战 一艘贬舟 送走了一众军士 项羽 摸着吴军的码头 吴军 自己去吧 旌旗蔽日 喊声震天 在无数汉军的目光之中 项羽 缓缓地走了出来 此刻 项羽迎来了 他身为 华夏历史战斗力 第一人的 加冕时刻 他一个人 处理在那 无数汉军 竟然是畏惧地 不敢向前 刘邦 是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杀项羽有赏 杀项羽有赏 这话 好像给这些士族 打了顺上腺素一般 杀项羽有赏 杀项羽有赏 可明显大家都不想坐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接着 刘邦着急地直接驾驶马车 就去督战了 在刘邦的督战下 汉军方才有了动作 刹事间 项羽就告诉了这些汉族 什么 是华夏单体战斗力的巅峰 一人 独战层层叠叠的大军 硬是砍杀数百人 太史公有云 独脊所杀汉军 项羽身 亦被石鱼创 这般强悍的战斗力 也难免会让后人 纵生豪气 他在乱军之中 发现了原来的 处军兵马司马 驢马同后 留下了他在历史上的遗言 刘邦 赏千金疯万户 要我的人头 你我同乡 又是故人 那就让故人拿我的人头 去领赏了 先集 项羽把长风放在了自己波镜 一代霸王 最终自稳在乌江边 留下了让后人无尽感叹的空间 总览项羽的一生 用屠城的暴虐 来宣泄对秦国的仇恨 以碰人的残忍 来建立对士族的统治 他的无勇 在史书上矿谷难寻 他的残暴 在历史上 沁竹难收 他留下了霸王别姬的浪漫 也铸造了无数的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 他是一颗 划过 秦末 封烟的流星 他的一生 有过两个父亲 一个是继父向梁 给予了他贵族的出身 和优惑的成长 却如同自己的孩子 项羽一般败在了自己的骄傲疏狂上 没有给项羽足够的磨练 就让这个年轻人 提前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另一个是亚父范曾 给他出谋划策 亲力亲为的 保全西楚的统治地位 最后却是被自己 尽心尽力辅佐的项羽 赶了出去 那一场漫天的飞雪 是他和项羽的诀别 正如刘邦所说 项羽 有意泛增而不能幼 此其所以 唯我秦也 没有了亚父的庇佑 学会成长的项羽 竟已经来到了 命中的应许之地 他太像一个冲动的年轻人 等到学会成长的时候 秦末的封烟已经散结 余下的 只有大汉的朗朗清空 项羽死后 处地皆响 而刘邦则是快马加鞭的 赶到了定讨 夺了韩信的兵权 同时 在定讨附近 在以韩信为首的 众诸侯的强烈要求和举荐下 刘邦上演了 三辞三让的戏码 才勉为其难 非常不好意思地 宣布登基称帝 而此刻的 走上人生巅峰的韩信 将要返回自己的老家 衣锦还乡 且说韩信 在定陶附近 联合九江王英部 梁王彭月 赵王张儿等人 请刘邦登基后 被改封为楚王 这一波 已经成为皇帝的刘邦 又一次展现了自己的政治手腕 让亲手毁灭西楚的韩信 去统一楚国 民心首先就是个问题 不过 作为一个楚人 韩信在历经了 接近十余年的战乱后 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故乡 他先是来找到了曾经 给自己饭团 让自己能够活下去的漂富 这漂富眼神里 写满了疑惑 心说了 咱们这小小的村子里 啥时候来了一个 穿着这么贵气的人啊 这么华贵的衣服 搁大秦 那肯定得是个大象国吧 谁知道 这个一脸贵气的人 却对自己非常客气 反而开口说道 这漂富堪称是 秦末大好人 当场就回应了一句 韩信是哈哈大笑 跟漂富说了自己的名字 可这个 在诸侯眼里 重如千军 让如今皇帝都忌惮的名字 到了漂富这里 却换来一句轻飘飘的 我记不得了 然后漂富心说了 这估计是哪个 官家大佬爷 拿我寻开心呢 但能漂富出门的那一刻 直接给大娘整不会了 咋说呢 一台精壮的小伙子 摆着阵势 端着银子 老老实实的站着 隐约透露着的杀气 表明了这些 看似无害的小伙子 可不是村里请来 唱戏的班子 韩信 恭恭敬敬的 对着这个质朴的漂富 深深的做了一衣 韩信这个楚王 带着笑意 亲手端过一盘记忆 这给大娘吓的 大娘日后的生活如何 暂且不提 一范之恩这个典故 也会随着韩信的故事 承载历史的回忆 经久不衰 推开班博的门 韩信寻着记忆里 最美好的模样 院落里 似乎一切照旧 一个年轻的娘子 正垂打着衣物 在齐王宫里 百般家里 莺莺燕儿 绿肥红兽 终究抵不过 心间的那一抹 年少的白月光 而白月光 似乎认出了眼前人一般 眼神里有些闪躲 有些慌乱 好玄连水头 都没有提吻 韩信看了个真切 却也开口说道 我饿了 有吃的吗 女子微微狐疑的眼眶 看着眼前 滑惯力服的韩信 可如今 早就物是人非 韩信轻轻的抬起了碗 名为祭陶的女人 整个人 就如同金弓之鸟一般 跪在地上 头低的 不敢有丝毫抬起 在封建地主社会里 楚王这两个字 代表着 无法逾越的强权 不知不觉 白月光变成了村妇 而追逐白月光的傻小子 早已高高在上 韩信还没等开吃呢 更让他震撼的事来了 白月光有孩子了 韩信弹起头 脑子里的想好的台词 一下就憋了回去 只能默默地 当一个干饭人 大抵白月光做的饭 就是比王宫里的厨子 做的好吃 只是多少啊 这楚王吃这顿饭的时候 是有点苦涩的 庭院当中 就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而季桃在起身的时候 眼里是泛着泪光的 等韩信一出门 这不巧了吗 季桃的老公 当年让韩信 受胯下支主的剖皮 光当脚下一转 就给韩信跪下 大王这次 真的是回来杀我的吗 这话说完 楚王韩信的士兵 适时的就出现了 这压迫感 让这个曾经的剖皮 不住的道歉 什么 当年小人有眼无助 当年小人就是个王八蛋 小人就是个屁 钻过去 嗯 我就饶了你 如此耻辱的话语 尽数回到泼皮身上 可真应了那句老话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末期少年穷了数一阵 泼皮也没有丝毫犹豫 我钻过去 我钻过去 你就饶了我 可到了韩信身前 韩信却叫泼皮 抬起头来 我会给你本地衣食无忧的禅食 让你孩子识字 好好待你女人 说完这句话 韩信走到了白月光面前 看着那一双 如同小鹿般乱跳的萌子 韩信留了他此生 对白月光说过的 最后一句话 好好活着 往日清静在浮现 噢 虽淡了似海脸 轻探世间 十多变迁 此后 楚王韩信便被刘邦 又一次巧妙地收拢兵权 被贬为怀音后 只留下跪在地上泼皮的 是大王 一样跪在地上 一样是曾经的泼皮 不过一个是屠夫 一个已经成为了 名声显赫的燕王卢瓦 作为刘邦的发孝 沛县集团老哥们之中 唯一一个疯王的卢瓦 现在恭恭敬敬地 跪在店中 听着刘邦安排来的小话筒 传达口语 其他的都无所谓 主要就是那句 天子说 朕自己在长安城待着很闷 没人说话 你就和屁羊猴一起回京吧 我等着你 臣遵旨 小话筒就是个猴角 肯定不敢怠慢燕王了 赶紧把燕王扶起来 卢瓦赶紧问 天子他就没有再说些什么吗 小话筒也很懵啊 就告诉卢瓦 旨意就两句话 卢瓦接着又说 哦 真的 我不信 结果 沈一七哈哈大笑 陛下呀 还说燕王您 胆子太小了 这话惹得卢瓦 尴尬的也笑了起 一直当小话筒的沈一七 那心机 就阴沉起来了 给诸位不明白的小伙伴 科普一下 沈一七 在吕后被关押期间 照顾老太公和吕后 无非就是个家仆 后来逐渐成了 吕高后的宠臣 四舍五入 就是个小男宠 这人说话 自然是为了 吕后的朝中布局 他是直接开口说 沐下 陛下跟萧和曹三说 朝中有人在告你谋反 来人 沈一七的话 可是把卢瓦吓得不轻 大半夜的 经常是做噩梦吓起来 今天是什么日子 身旁随事的仆从 赶紧跟燕王卢瓦说 腊月初期 快过年了 就听见卢瓦哥那儿 喃喃自语了起来 一个月过去了 天子一点信都没有 是不是情况有变呢 曾经的卢瓦 作为刘邦的铁哥们 曾经风光到什么程度 以太位长从 出入卧内 依备饮食赏赐 群臣莫感望 随萧草等特以事建立 至其亲信 莫及卢瓦 随随便便进刘邦寝宫 赏赐也远朝普通大臣 更是替刘邦防范匈奴 可谓全其一事 可越发年老的刘邦 越发的猜忌 终于燕王卢瓦 要履行他过去说过的话 不行 那就反了吧 我知道皇帝当初给你许下承诺 不管犯下什么重罪 五种环境不能杀 见天不杀 见地不杀 见光不杀 见铜不杀 见铁不杀 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 功成名就的韩信即将迎来他的终点 他的能力深深的让衰老猜忌的刘邦感觉到忌惮 在被贬为怀音侯后 这几年的韩信几乎就在长安度过了 随着刘邦去讨伐代王陈希 萧荷把韩信叫到了长乐宫中 刚刚从前线传来战报 说是陈希已经被剿灭了 真是一件喜事啊 萧荷接着说呀 如今天子大声 大臣们都会去祝贺 到时候咱们一起去 这话的前台词就是 到时候我跟陛下听你说几句 历经几年的官场历练 韩信也明白了不少道路 我韩信的今天是向国您成就的 如果有一天向国让我赴汤蹈火 我韩信绝不会拒绝 文言的萧荷略微低下了头 而韩信似乎也看破了一切一般 转过头来对着萧荷说 我没想到今天请我去的是你 看着韩信的背影 渐渐远去 大汉律法的缔造者 汉朝第一功臣萧荷 强撑着身躯 自顾自的看着宫阙楼阁 萧大人 珍重 下一刻 韩信就被套了麻袋 裹得结结实实的 带到了吕后面前 于晨曦串通谋反 你认罪吗 此刻的吕智早就不同以往 随着刘邦的年纪越来越大 体力的衰弱 让吕智将手逐渐的 伸向了皇权王座 韩信此刻无论说什么 对于吕后来说都无关紧要 死到临头还不认罪 皇帝想杀我 任何一个口识便能 多年前力的臣服 吕智早就不是过往的村妇 衣着华贵 优雅雍容 可这天下至高的权力 已经让他逐渐为师 我知道皇帝当初给你许下承诺 不管犯下什么重罪 见天不杀 见地不杀 见光不杀 见铜不杀 见铁不杀 接着铁后问韩信 你觉得这里能见到光吗 韩信饶有兴趣的建议铁后 要不您把烛火都灭了 你一生做人太轻狂自大 眼中看不上几个人 我会让一群女子 将你处死 来人 吕智缓缓起身 两半珠唇 轻轻吐出一个绝绝的沙子 好似训练好的一般 这群宫女 也不知从哪 整出来这么多木棍 长乐宫中室内 叱咤楚汉风云的兵仙神帅韩信 没有死在战场上 而是死在了权力的游戏中 沦为了一颗燃血的棋子 那一天夜里 长安的夜空里 划过一颗铁星 灿烂 却耀眼 公元前196年 怀银侯韩信 被萧和吕智 又杀在长乐宫中室 史称中室之祸 韩信死了 啊 是我帮助皇后杀死他 你 长乐宫前 萧和的一席话 差点让曹三脑子没转过来 这两位是什么人 曹三 功成略地七十余 战功赫赫 能文能武 萧和亲定的 开国最大功臣 梦下 萧和找来曹三 却只为了一件事 你是我最信任的人 我找你来 是想请你帮我做一件事情 曹三此刻也是清醒了过来 韩信之死也在他的预料之中 只是没想到萧和会参与其中罢了 接着 萧和就让曹三去检举自己贪污 可是我 我没有您贪污的证据 我怎么交给他们呀 萧和看了曹三一眼 至此 汗抽三结 萧和名声子污 张良大义于世 韩信死于公事 当年 跟韩信一起联名上书 求刘邦快去当皇帝 整了一出 三辞三让大戏的义姓王 也就剩下秦末黑道教父 九江王英部 公元前196年 曾经的黑道教父 又一次抽出了自己的剑 作为曾经西楚的金牌打手 他想要搏一搏 单车变摩托 而此刻的刘邦 已经年老体衰 料想不能亲自来战 索性就反了他眼的 结果刘邦居然亲自率兵讨伐 此刻 已经成为皇帝的刘邦 看着英部的行军部阵 好选触发自己的心理阴影 作为曾经项羽的金牌打手 英部在行军部阵上 那跟项羽是有样学样 首战就把刘邦打得高筑壁垒了 然后刘邦就问他 好好当你的九江王不好 英部也不知从哪升起的勇气 哥们儿黑道教父 也想当皇帝 结果如同项羽一般 碰一碰 英部就被碰了个稀碎 不巧的是 战斗中刘邦又被射中了一剑 中剑的位置 还是项羽曾经射中的位置 这位多年征战的老皇帝 身体已经不堪重负了 他在讨伐完英部后 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佩县 看着举目斑驳的旧志 想着自己争种的岁月 他做出了那一首 流传千古 大气磅礴的大风歌 大风起起 云飞响 为家海内西 归故乡 安德蒙世西 守四方 常乐宫里 刘邦喝着酒 王踏上 他的孙子 其王刘肥之死 刘湘 智能的声音回荡着 你在这儿住吗 对啊 这个不安适适的孩子 日后还没成为 不自量力的奇哀王 只是想跟这个 见面少得可怜的爷爷玩 听爷爷讲那过去的事情 这个房子你觉得怎么样啊 很好 刘邦也是告诉小孙子 你知道个屁 你是没去过阿旁宫啊 那才叫好呢 可惜啊 被项羽这个 大 烧 接着 刘湘问出了 直击刘邦灵魂深处的问题 谁是项羽啊 就是那个 人们都管他叫战神那个 可是 他让我给打败了 听着爷爷 搁着吹牛皮 小刘湘一边吃着果子 一边一个劲地点头 那时的他 怎么也不会想到 自己会引动奇果的兵力 也来参与这抢椅子的游戏 而衰弱的刘邦 此时自顾自地说着话 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之外 我不如张良 治理国事 交纳赋税 我不如萧何 领兵打仗 管理军队 我不如喊信 可是 他们就远跟着我干 你知道 为什么吗 刘湘一个劲地摇头 因为 我是条龙 这话说出来 小刘湘肯定不信了 但是 看在这有果子 还有肉食的份上 他就继续听着 这个垂垂老蚁的老头 吹牛皮 我一个吕佐之人 手提三尺剑 来闯天下 他居然 赢得了天下 这不是我刘邦 有什么本事 是 天忆 这回忆录一样的故事 深深地吸引住了刘湘 或许 痊愈的种子 也是在这时种下的 刘邦拉着刘湘的手 走向了边中 接下来这番话 可谓是帝王辅导般 也就是辅导错人了 变中缓缓地敲响 公元前195年 刘邦崩于长乐宫 享年62岁 这个出身于布衣的皇帝 自起兵起 用了八年的时间 荡平了秦末的封烟 还了天下 一个大汉的秦空 用楚汉乡中的历史 书写着一个 又一个的传奇的故事 无论是霸王项羽 亦或者兵先寒信 都成就了 这楚汉乡中的 一代传奇 剧院无才 寥寥数语 道不尽其中苍茫 最后多说一点吧 刘邦 他所建立的大汉 继承了大秦的大一统格局 成为了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稳定的 封建王朝 他将汉中地区的人民 冠以了汉族的称呼 又用其后的几年 给了刘氏子弟一个 非刘氏王者 天下共机制的 白马之盟 而他年老的猜忌 引得结发妻子 离心离德 引发出 吕高后的外戚之争 他在正法上 遵从萧和 改进秦法的同时 大心无为而至 哪怕汉高后吕智 在恭维之中 残杀刘氏子弟 整个天下 照样也得到了修生养气 在平丁诸吕后 历经高祖 高后 文锦二帝之后 一个名字 将会再次 闪耀在历史上 同魏清 霍去病 书写另外的传奇故事 有人说 他武功登峰造极 有人说 他残暴穷兵独武 他在位的数十年 有风狼居蓄的浪漫 有乌骨之祸的荒唐 各种是非 任由后人点评 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 从此以后 功手一行了 寇可往 我义可往 谁能一同天下 谁能一同天下